他打電話來唸說 我怎麼那麼久沒回家 一直唸... 那後來我就想說 按照過去的經驗一句話 就能夠治好他這個病 我說 不然 這樣不錯啊 不然也好了啦 你回家... 你很高說你回家 你回家也是了點 你說你正常 她說你不正常 我就會 你正常嗎 這邊啊 那是博習問題 哎呀 這真的不敗 摩拳擦掌來講啦 OK 好 聊了三十年 好 看看我... 可是關係一直在改變喔 好 先看一下我們的Jelly 嗨 大家好 還有這沒有人改革她的 為什麼 她是高手 對不對 因為她去導 雨昕 好 還有K大叔的老婆 Ava OK 嗨 謝謝 這個話題一定都有這個人 來 林子佑 這個話題比較少見到這個人 來 瑋瑋 嗨 大家好 這個話題通常是二婆婆的代表的 騎嗎 我想是婆婆一次欺負喔 好 對... 好 第一題 請問對自己對待媽媽跟婆婆 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樣的 來 大家準備好你的板子 來 請舉辦 誠實度不一樣 是嗎 誠實度一定不一樣的啊 像我有時候買菜 那婆婆就會說 這要多少錢 你絕對不能講啊 你講貴 她會講 怎麼錢這樣花 對吧 你講太便宜 她說我 人這麼賣多少 她永遠會講更便宜的東西出現 你講便宜也不行 講貴也不行 但是我跟我媽就不會啊 五百的肉就跟她講 這五百喔 很貴喔 所以你要趕快煮 還謊爆一點 對 然後又說 還要講貴一點 你不把它煮掉 你很浪費喔 不要把它冰壞掉喔 然後買太便宜 也要跟她講貴一點 這樣子她才會覺得說 我們很有效性 對 對 那你會跟婆婆說東西是廠商送的 對啊 因為講到了 因為我後來 官方說法就是 人送的 廠商寄來不用錢的 這樣有很多的審視 因為她就不會一直問 媽媽對女兒的誠實度 跟對媳婦的誠實度 也是不一樣 媽媽對女兒是比較誠實的 對媳婦不會講得那麼 也是在演戲啦 對 是嗎 當然啊 像我媽媽都會想說 媽媽要頂上去送你 十六條 麻糬魚吃完 十六條 一次全四條 幾次贏這樣 那我們就只要再送這樣對不對 可是如果妳 如果是婆婆她一定 她一定不會直接這樣跟妳講 對不對 對 還是我媽太坦白 妳媽太坦白 妳媽太坦白 對啊 我媽都是那種 我跟妳講喔 妳如果要送我生 妳要送這個不可以送那個 我好像我媽 我是誰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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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是不是會生氣 認知的 我好像也跟你這樣講過對不對 對 畢竟妳是她女兒啊 就是妳 就是妳的毛病都一樣 毛病什麼都一樣 好可怕 我怎麼這麼懷疑啊 我媽對我也是會客氣啊 會嗎 她打電話來念說 我怎麼那麼久沒回家 一直念... 那後來我就想說 按照過去的經驗一句話 就能夠治好她這個病 我說 不然我怎麼會賠十萬回去啦 這樣不錯啊 這樣我覺得還回去 不然也好了啦 妳回去... 妳... 妳很高興 妳回來... 妳回來也是撩電 好強喔 好強喔 好遠喔 好 陪伴 對 陪伴 像媽媽如果打一通電話說 陪她去哪兒去哪兒 其實我們都會盡量 把時間都排開 盡量去陪她 可是像婆婆如果說 妳可以陪我去哪裡的時候 譬如說假日 她說要去哪裡 我說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禮拜一 我就要回台北 要上通告 因為我這樣才回去 才能給妳錢 就是我會回去 給她一些零用錢這樣 所以我婆婆就會說 好 那妳忙... 因為其實 婆婆也不是很喜歡媳婦 我覺得她其實只要有 那個孫子 兒子陪著 就好啦 我以為是耐性 對誰比較有耐性 對婆婆比較 當然是對婆婆 對啦 我覺得是對媽媽 還有對婆婆的那個耐性 真的會完全不一樣 就像我現在雖然才嫁沒幾年 但是我婆婆對我任何的要求 任何的問題 我絕對都是 用我最大最大的耐心 來回答她 妳覺得這個耐性 可以支撐多久 我也不知道 結婚幾年 妳結婚幾年 三年 再兩年 快了... 我目前覺得還不錯 就是我婆婆她只要 任何手機3C的問題 或者是她要買東西 還是電視怎麼不會轉幹嘛 我絕對都會很有耐心 媽媽我跟你說 這個就是要怎麼怎麼按 別人就會跳跳哪個網頁 這樣... 上禮拜發生的就是 我媽媽就打電話給我 她那時候正在開車 我要買一個什麼 網路購物的東西 我不知道怎麼刷卡 我把它解除下來 你幫我用一下 然後我馬上劈一趴就回 妳可不可以自己用一下 妳現在都已經什麼年代了 自己學一下 3C那麼簡單 自己研究一下 啪 我就把它掛掉 然後... 對 然後我在開車的當下 我就心裡想 好像真的對那個婆婆跟媽媽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有一點慚愧 再過兩年啦 就五年後 妳婆婆說 這遙控器要用 妳是智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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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就不要被我料中 真的 不會 妳會說 我也是不會行 這樣就好了 妳可以說智障 OK OK 好 來 勒手... 以前如果過年過節 如果對我的婆婆 一定要禮金啊 她老人家嘛 就是買布料 然後做衣服 化妝品什麼 只要她婆婆喜歡的 都會想說 是不是要送什麼... 可是自己的媽媽 阿妹啦 我說媽媽... 不用送媽媽的東西 什麼回家都不用送媽媽的東西 可是媽媽看到我就很開心 什麼叫媽媽 媽媽就是我們可以任性的地方 對 真的 那雨昕呢敷衍 敷衍誰 對誰比較敷衍 一定是敷衍媽媽 妳跟媽媽相處不用動腦 妳可以放空 像妳要滑手機 媽媽問妳話 妳就 嗯... 可是婆婆如果 如果在妳旁邊 不要說問話 單單坐在旁邊 妳手機一定就收起來了 過年妳回... 回婆家 妳敢遲到嗎 一定是提早到 然後我每次要回娘家 我就...都是我老公叫我起來說 要回去了沒 我說再睡啊 沒有關係 要晚一點再去 妳就不覺得是一回事 因為... 扣秀 自己的媽媽不會跟我們生氣 對 但婆婆... 不行 沒辦法 人世間是有一些婆婆是奇葩 但是那都是非常少數的 這是她女兒告訴我的 就是不能遲到啊 可是她大哥那一年呢 就覺得每一次都... 都沒有辦法... 陪老婆 因為老婆的媽媽也過世了 只剩一個老爸爸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先陪老婆回娘家 陪老爸爸吃個... 不然年夜飯都沒有人嘛 然後再回她自己的媽媽家 就等於是媳婦的婆家嘛 對不對 這個婆婆可不忠意啊 時間到了還沒有回來 她就知道今年她這個兒子 一定這樣幹了 妳懂嗎 所以她就說 那個... 把大哥的飯菜呢 都先夾出來 都先夾出來 先留菜 然後後來等大哥大嫂來的時候呢 然後... 妳知道伯伯說什麼嗎 這樣子妳就... 那我下面的話就不講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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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妳 她媽媽把她大哥的照片 就擺在後陽台 然後飯放在前面 妳在公司... 格子耶 這麼莊嚴喔 她兒子耶 怎麼樣 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這樣啊 就有這種媽媽 就是情緒... 情緒勒索小孩 情緒勒索 真的很恐怖 飯上面有擦箱嗎 沒有 擦筷子... 擦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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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對 好 來 エヴァ 可怕 提要求 我不太敢跟我婆婆 要求說幫我顧小孩這件事情 她會跟她說 媽媽妳可以幫我顧一下小孩嗎 她會在LINE上面打一個字 但是好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我不知道 所以她戴完 她如果加一個O就OK嘛 好喔 這樣嗎 對 會比較暖一點 但是只有好的時候就一半一半 妳去把小孩接回來的時候 我可能也會提大包小包的伴手禮 或者是給一點... 媽媽這零用錢給妳這樣子 但是對自己的媽媽不一樣 我曾經跟我老公就是 我們要出國兩個禮拜 我到要出國前兩三天才跟我媽媽說 妳過幾天幫我帶小孩 我要出國 我媽說妳要出國 我說嗯 那妳幫我帶兩個禮拜 但是她也不會含口就是 好 那我就幫妳帶 然後妳也可以很放心的 就是出去玩 不會管媽媽到底是 開心還是不開心 反正妳就是一定要幫我顧小孩 我覺得就是 這兩個差別是一定有的 結論就是事實上只有媽媽好了 我媽媽還沒有上課 其實婆婆也不錯啦 不是 妳看 哪有不錯 婆婆都是要敷衍 要討好 要跟她演戲 要對她講少有耐心 對 都說 都說婆婆也是另外一個媽 屁啦 媽媽 她說妳是中間那個男的 對 中間那個男的 對啊 中間那個男的 討人家 請問一下哪件事情 女兒能做 但是媳婦不敢做 A 三天兩偷回娘家 B 把錢跟東西拿回娘家 還是B呢 想清楚喔 顧必招婆婆也有在看喔 媳婦不能做的 請舉牌 對 我選B 前一陣子我們家 就搬新家的時候 我老公就去燦坤 買了一堆家店 那你去買一堆家店的時候 他都會送你一些小東西 譬如說送氣炸鍋 送吸塵器 或送一些什麼小東西 那因為我們台中的家 就已經有氣炸鍋 那我想說 他有送兩台氣炸鍋 送兩台喔 那我想說 那我就帶一台回台北OK 那我正要搬的時候 我婆婆就說 妳為什麼要搬氣炸鍋 我說因為台北沒有氣炸鍋 我想搬回去 台北不是都妳大份都妳一個人在家 妳要氣炸鍋幹嘛 那個啊 所以這兩個她已經想好 是要給他們 所以就變成我就不能了 可是我想說這個是 這是我們買東西送的 真的 妳為什麼不能帶回家 這裡沒有跨到妳兒子的錢 為什麼不能帶回家 可是就是要送到妳 我不能自己帶回家 那妳要氣炸鍋幹嘛 不是 妳要知道 我也在家有時候可以 對不對 如果想要吃一個什麼東西 那妳後來有買氣炸鍋嗎 沒嗎 對嗎 所以妳在台北家妳有氣炸鍋 沒有 她這樣妳有氣炸 我氣炸 我就沒有氣炸 所以我就沒有氣炸 我還好 OK 好 好 吃又也是選B 我們家做買海鮮批發 那以前她都會拿魚 然後她就會拿個兩條說 妳這個要拿回去給媽媽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魚貨都我再整 整完之後我婆婆 有時候會講 那個魚妳整理好了 那妳有沒有弄一點回去 她說我就會跟她講說 有... 我昨天已經都先拿回去了 這樣不行耶 好 那我就沒有什麼講話 妳不能自己拿 她要給妳才可以 對 對 這叫美感 她可能是她的耶 對啊 妳... 妳... 妳形同是賊妳知道嗎 妳幹了她家的魚 我懂 跟我給妳那是不一樣 我懂 真的 妳怎麼可以幹她家的魚呢 好 這種感覺是不是 妳也選B了 對 我也選B 就像就是我娘家住北部 然後我們是住台中 那我們其實長時間沒有辦法 就是陪在自己父母旁邊 我偶爾就是會 拿一點孝心費回家這樣 然後K大叔是屬於那種 很大腿的 就是什麼都會拿出來講 那有一次她就是 把這件事情講出來之後 我呼呼就說 千瑜啊 你們就是已經 結婚那麼久了 那... 還是你們家最近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當下我就會想說 我到底應該要說謊騙她 還是老實告訴她好 妳選擇了哪一個 說謊 妳小姑會拿錢回來 孝順妳婆婆嗎 會 因為我小姑她比較常 就是出國 她會買一些包包啊 精品什麼的 給我婆婆 那她也會拿錢回家 那我婆婆可能 收到她送的包包 她會跟朋友訊號說 這個是我女兒 買給我的包包 這個幾萬塊幾萬塊喔 這樣子 我想說那我如果 買一樣的包包回我家的話 應該會說 千瑜啊 你們結婚那麼久了 妳那麼常買精品給妳媽媽嗎 妳怎麼幹嘛給妳 那一個我覺得會這樣 問一下婆婆... 這樣可以嗎 其實妳拿的錢回家 是我兒子的 女兒... 女兒給我是我母兒兒子 也是我女兒的 妳拿回家是我兒子的 所以妳不能拿回家 可是誰也有拿回家 妳也有在賺錢啊 我們也是有在工作 也是女婿的 那不管了 不是 阿淇淇拿燈光的錢來 給妳可不可以 行嗎 妳選A喔 我選A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年代喔 我們家住新興區 我先生是山明區 我一天喔 如果說我買菜比較晚回來 我公公喔 是公公婆婆說 我給妳注意了喔 妳買菜是幾點要進門喔 妳這麼晚去哪裡 我說我回娘家老一下 妳沒事幹嘛回娘家 妳知道嗎 妳這樣時常回去喔 她是...我是在...她在想 我是不是拿他們家東西回去 可是說真的妳有這樣過嗎 如果說有人送妳 有多的東西 妳也會說 我要去菜市場喔 媽媽...手起來... 這個面膠 在過去那種家族的那種 長輩威權的時代 那個媳婦可真男的 所以妳們有聽過 對 來媽是先生的媽媽 就是婆婆 有阿媽咧 就是媽媽 媽媽 還有一個稱呼叫 高筆媽是來媽還是娃媽呢 我告訴妳就是娃媽 為什麼叫高筆媽 媽媽 因為以前 女兒要回一趟娘家 一年可以回一次娘家 為什麼除了回娘家 那麼重要到現在 還是要堅持 知道嗎 我們要為後面的女人 留下那個... 因為她好像 吹妳可以回家 對啊 有時候是媽媽 覺得 女兒都沒回來 是說 來看一看 就是媽媽不來過 所以媽媽 只走到她家的門口 狗在那裡 你看是 狗狗 就表示說 然後這是根本就沒有來過的陌生人 就久久看不到女兒 只有阿嬤 就只做媽媽的過不去 來看看女兒過得好不好 對 然後這個一來看 你看有多陌生 連狗都會叫了 高筆媽 妳想不... 是不是 對 所以不要讓你們的媽媽 變成高筆媽 然後你說拿東西 那就是三東話 為什麼五個會有十一賊 五個女兒加五個女婿 是不是十個賊 對 但是呢 是外賊 如果沒有 最重要的那個內賊在裡面 接應她 所以五個女兒會有十一個賊 所以 人家就加賊來房 其實 把女兒當房賊一樣 其實以前的財產關係是這樣 可是現在 空間已經大很多很多了 還願意在節目 大聲批評婆婆 跟她拿了氣炸鍋 這是多大的進步啊 是不是 甄莉也很敢叫她婆婆 因為她公公對她 對 大件事不敢做哪件事 哪件事女兒能做 但媳婦不敢做 聽聽QL怎麼說 答案絕對會是B啊 我記得有一次是這樣 我審視檢用的情況下 拿了我自己審視檢用的錢 拿回去 然後就說呢 這個 你在拿錢回去的時候 你要問問看 你們夫家的人啊 你這樣子偷拿回去 偷拿回去 哈囉 這就不行 我選B 因為有一次把我參加那個 網絡抽獎活動 然後我抽中了一台機車 那時候就很高興說 媽媽年紀大了 就可以把這個機車 拿出去給媽媽用 可可知道之後呢 她就不是很高興 她就說 欸 你已經在了婆家了耶 這樣你抽中的東西 你應該把它留在婆家了 然後她也說 搞不好我要騎啊 你應該把它留下來 可是我想說第一 那是我抽中的東西耶 第二 你也不會騎機車啊 那我留下來幹嘛呢 反而吧 我的小姑 她拿什麼東西回來 不管是什麼 剩菜剩飯也好 我朋友都是覺得是好的 根據調查 多數KOL投給了B 把錢把東西拿回娘家 得票比例66% 你覺得正常嗎 好 多數呢 都覺得 把東西拿回娘家 這個他們不敢做 所以選A的 不正常請噴 好 請問哪個瞬間 最容易被婆家當成外人 A 買東西沒你的份 B 家庭群組沒有你 A還是B 請舉牌 這是我一個A喔 真的假的 只有你而已 沒有... 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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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A 因為我說實在話 我剛嫁進去喔 然後我婆婆都會講說 那個小姑要回來 要煮麻油雞 她喜歡植筍筍湯 那我婆婆 我老公喜歡吃魚啊 所以每次我都要去 準備這些東西 他們要吃的 我有一年就準備 準備到後來我就發現 他們從來都沒有人知道 我喜歡吃什麼耶 真的喔 我到現在 我有一天問我老公說 你知不知道我喜歡吃什麼 她想了半天 她想不出來耶 她會不會都忘了 妳叫什麼名字 該怎麼這樣子 我這麼兇 她一定知道我叫妳只有 我就故意有一天 在餐桌上我就引起一個話題 說說 你們都大概 都知道我要吃 喜歡吃什麼嘛 他們就說 沒有啊 你好像什麼都吃啊 你們有什麼不喜歡的啊 尤其是剩菜剩飯 剩最後的 還有魚 我不吃魚的 妳還不吃魚 對 我不吃魚 所以其實 其實他們連我不吃魚都不知道 只此刻他們都還不知道 對 他們其實都不太知道 那妳跟他們講一下說 妳不吃魚 那其媽為什麼妳也選A呢 對 我也是選A 媳婦跟琪琪在家 如果買東西 我大部分都買給琪琪 可是後來發現 媳婦好像有不高興耶 然後我就說 那以後就買 如果妳一件 她也買一件這樣子 都平均了嘛 沒事了吧 可是我媳婦就不高興了 她就跟我兒子說 妳媽媽為什麼買兩個 都一樣的東西 今天是穿制服嗎 對啊 我不喜歡這個 她幹嘛給我買 那我想說沒有給妳買 妳也不高興給妳買 妳要買我喜歡的啊 為什麼不在喜歡什麼咧 妳要關心嗎 妳要用心 對 妳要用心 我覺得 女兒要什麼 她不穿 我要勉強她穿啊 妳就很好看啊 妳就給我穿進去 穿上去就對了 可是 妳敢勉強她嗎 都不敢勉強她 是嗎 妳把事情搞得好複雜 這事情妳順序倒一下 做法改一下 就是天下太平的事情 妳買東西給起奇 妳不能等 妳媳婦不在的時候再給嗎 不是喔 可是他們都在為我不想 還歐式喔 對啊 妳幹嘛在她面前一起投 妳幹嘛偷偷給起奇就好了 妳為什麼要當著面 然後為了公平 妳要花兩份錢 還不討好 這不是 沒差人的錢嗎 對 給她錢就好了 不用啦 完全沒有這種事就好了 親媽這樣好不好 好 改冠喔 來 再來追問吧 家庭群組沒有我 我老公他們有一個 臨時家族 就是只要是什麼姐姐 阿公阿嬤 然後小孩 通通都站在那群組 可是那個群組裡面沒有我 所以常常有時候 他們在交代任何事情 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 像去年我女兒 她要去美國念書 八月十四號就要出國了 那我們是不是要在前幾天 約一下大家一起吃個飯 然後我就說 我跟你講 那我們就來約個禮拜五晚上 好不好 因為禮拜六我有事情 然後我女兒就馬上說 沒有啊 我們已經約好是禮拜六啦 所以你要把禮拜六的事情排開 我說 你們什麼時候約好禮拜六 怎麼都沒有人告訴我 爸爸 爸爸沒有跟你講嗎 我說沒有啊 他說我沒有在群組寫 我說 妳認真看一下 我沒有在那個群組裡 他說 妳沒有在嗎 那我邀請妳這樣 我說 妳為什麼 那麼多 那麼多年都沒有主動要求 要加入 我覺得不需要啊 妳應該是想要 他想加我 他就會把我加進去 我幹嘛要自己 對 真的 真的想把你加進去 對 如果你基佛加進去 以後什麼事情都要問你 要是都要你做怎麼辦呢 有可能 他們就沉默了 對 我們一起做 在我耳邊加進去 對 他們整房間 就搞另外一個群 對 他又再起一個 你們家的群組 就你們家就好了 對 我們不需要在裡面 因為講真的有時候 裡面就是那麼多人在裡面 我們根本也不好意思發生什麼 可是像過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真的困擾很多 前陣子過年的時候我想說 反正你如果你們家都沒有事的話 沒有要幹嘛 我問婆婆說 媽媽過年有沒有要做什麼 有沒有親朋好友要來啊 什麼的需要準備什麼 沒事沒事 沒有要幹嘛 那他一講沒有要幹嘛 我想說 那我就安排自己的局囉 可能就是跟朋友約這樣 結果到出事的時候 我婆婆在當天早上 就說 今天那個什麼什麼 哪些親朋好友 這些人都要來 我們要來準備 就是準備那些菜這樣 所以一大早我就要跟著婆婆 然後到市場 開始採買啊什麼的 然後本來跟朋友邀約了 就全部在群組了 他本來不是說每次的 什麼時候有更有事 因為他就在他們的群組裡面約了 所以這更好笑了 對 你跟他有關係 所以有個中介人叫做兒子 對嘛 為什麼你的丈夫 不負責把群組跟你有關的訊息 告訴你呢 因為他覺得 可能小孩會告訴你 對 或是媽媽會直接跟你講 他們用理所當然覺得 我們會知道 你們為什麼要等人家想呢 這個話就是要把話料 清楚講明白了 就是跟先生講說 我跟你講 群組有關於家庭聚會的事情 要讓我知道的你要告訴我 否則的話呢 我就恐怕會沒有辦法參加 或者是這個變得不合群的話 你不要害到我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要告訴我 一般先生都會說 你是當我不夠忙是不是 我是不用賺錢是不是 我每天沒事在那邊看群組 很多男生到後來都說 好囉嗦 就把你家進來 然後又沉默了 那時候我發現我婆婆有加 我小叔他們 所有大家是 反正連姐姐姐姐夫他們 他們通通都有一個APP 叫 就知道你什麼時候人在哪裡 好恐怖 為什麼有加人家庭 其實我現在講 好像沒有加人家庭 可是我不高興的點是 因為婆婆那時候是說 那個 他們家這個是因為 他要知道我姐姐他們 是從宜蘭回來嗎 我小叔他們都住宜蘭 所以要從宜蘭回來 他要知道 什麼時候要開始煮飯 要按電鍋 要抓那個最準的時間 所以有這個 然後我後來有覺得怪怪的是 大家一樣都在 同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我就看到 然後我 然後我姐姐 姐夫 他們三個人就開始在 看手機 然後他們就有共同 在討論一件事情 就覺得他們有一個什麼 反正在討論共同一件事 但是我不知道的 然後我想說奇怪 他們平常不是都會打麻將 他們就一家一起的時候 都會打麻將 那我也在那邊 然後我後來我就聽到 我小豬進門 然後他說 我 不是 因為妳打太慢 他們不喜歡打麻將 不是 我告訴妳為什麼 好不好 你知道嗎 一家人講話可以不修蝙蝠 然後比如說你如果 如果你鎖牌什麼的 然後婆婆可以罵說 你弄那麼緊 然後也不丟一點牌來吃 對... 那諸如此類的 然後我有一次跟婆婆打 結果婆婆講了一句 比較直接的話 她說 剛剛都已經贏那麼多了 現在打牌還要想喔 這個是對她來說 已經是很Over 所以我後來我也想通了 其實他們打牌 就讓他們打 因為婆婆至少可以講一講 因為她是很傳統的媽媽 對... 對... 希望大家都要聽 來 哼... 吃 好 去外面打 可否碰一下呢 為什麼要帶我 她打一把你 現在呢 妳是那種婆婆代表啊 為什麼不要讓... 媳婦可以加入群組嗎 媳婦不可以 為什麼 所以妳媳婦也沒有帶你們家的群組 沒有... 為什麼不行 因為 有一個家庭群組裡面就是燈輝 還有小孩子都有 就是沒有我媳婦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講一些事情 然後媳婦不了解 可是她會看 她有時候 我兒子在看 我兒子是沒有什麼掃根筋的 我媳婦看 妳媽媽怎麼講這樣啊 妳姐姐怎麼講這樣啊 就是有時候會發生很多問題 所以妳們會在群組裡面罵媳婦嗎 所以我講說 我會講一點 說 我媳婦今天你們煮菜 都煮肉給妳吃啊 這樣妳不知道身體不健康嗎 然後我媳婦一看 就馬上翻臉了 就跑掉就不煮飯了 然後我兒子說 媽 妳阿嬤不要等她說煮飯的事 我說為什麼 我說那妳就... 好了我們就用一個 不能讓她看了 我們就刪除 就用一個臉 如果哭的臉就是 妳看完要刪除 妳看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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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兒子 那晚要刪除 我一次就罵我媳婦說 妳老婆很不夠意思喔 晚上妳一夜晚吃完 就要馬上跑掉了 也沒有收完 所以說要趕回她家 我說妳不知道媳婦出貨 才能回娘家嗎 當然妳可以回什麼娘家 那我媳婦看到了馬上 很尷尬 我要幾點走就幾點走 那妳兒子為什麼那麼乖 手機都要給她看 她很疼她老婆 好 那到底哪個瞬間 媳婦容易被當外人呢 請看 哪個瞬間 最容易被婆家當成外人 聽聽KOL怎麼說 那這題答案我選A 像我婆婆之前從日本回來 買了超多おみやげ 還有一個一個她到日本的廟裡面 去求回來的平安符 所以我們整坨親戚都收到她的平安符了 連我們家的狗狗 他們全部都有我婆婆的平安符 然後發發發到最後我想說 欸快沒了我還沒有拿到 結果沒想到我婆婆輕描淡寫的說 啊我少買了 不然狗狗的先拆下來給妳好了 我那時候內心就這樣地震喔 我想說難道在我婆婆心裡 我連狗狗還不如嗎 我覺得是A 因為我今天就有一個朋友 她婆婆就是計畫去旅遊 然後她剛好那一天就是要回去婆家 就是想說拿著東西回去 結果發現家裡都沒人 後來問了才知道說 喔他們那一天就已經出國了 他們已經出國了好幾天 然後可是完全都沒有約她 有沒有跟她講說他們要出國的計畫 然後而且他們回來的時候 帶了很多伴手禮 就是她樓下的那個什麼鄰居 然後跟警衛 全部都有拿到禮物 可是她就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連個吃的都沒有耶 根據調查 多數Q6投給了A 買東西美女的份 得票比例60% 你覺得正常嗎 好 60% 選買東西美女的份 選B的 好 不正常 分 我還有什麼瞬間 你會覺得是你被當外人 就是你在大門口的時候 聽到家裡好熱鬧喔 大家在那邊聊天 你一開門聲音就 沒了 瞬間 空氣突然安靜 對 都不講 然後呢 然後你 我又很尷尬 我回來 那就是美食人 我回來了 然後他們就可能開始在講的時候 本來講國語 開始講台語 因為我聽不太懂台語 他們就開始講台語 就好像你聽不太懂的 那你就會覺得好像 就是沒有把你當自己人 你有沒有測試過 就是 你進門他們不是不講話 你再 你再 你怎麼可能會這樣 你也就是嗎 對 你也就是嗎 你在退後 他還不會講話 他就知道你在門口 你是咧 不好意思 你急從哪裡 那琪媽 什麼時候會覺得是外人呢 對 那時候 跟婆婆住在一起 如果說很累喔 我菜已經煮完了喔 然後去弄小孩的時候 我還沒吃嘛 可是小孩弄完 弄完要吃飯的時候 沒菜了 婆婆就不會把我們揉菜 就當空氣一樣 可是菜是我煮的 我居然沒有吃到 這更好笑 掌勺的人自己餓肚子 就是掌勺的人 自己頭個壞掉 你不會先給自己 你會先給自己 留一盤嗎 我現在畫了 學會偷吃 學同學 你沒有偷吃 婆婆對待女兒 哪一種狀況 最讓妳眼紅 A 女兒不用做家事 B 女兒生病 會幫忙照顧 ASB 請舉牌 來 自幼選A喔 對啊 因為 因為我發現我婆婆 只要她女兒跟她講說 東西壞啊 什麼不會弄 她就說叫人來用 叫人來用 不要自己弄 到時候你弄不好 但是我們家什麼東西壞掉 她都會說 自幼妳來看看 這是怎麼樣 全部都是找我 然後我就會要去修 妳修得好嗎 妳就修得好啊 對啊 妳就去啊 就去啊 妳這樣講 妳這樣講 妳這樣修得多了 很像能者多勞 對 妳可以一直都叫我修啊 那妳就修得好啊 妳修得好啊 沒有啊 妳就去嘴巴 水狂街都開都開 不然妳去看看 妳也會換燈泡 我會啊 我聽亮哥說妳可以 坐在旅膝上面 還這樣動耶 真的假的 好的 因為木頭中間是繩 對 木頭中間是繩子 它可以這樣子 因為你擦油漆 有時候要移一下雨 靠喔 真的這樣 很好玩 這也是要不是只會偷雨而已 我沒有 我還會那個擦油漆 OK OK 薇薇呢 薇薇呢 我老公他們家 女生其實不太需要做家事 對 我們家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家女生就是 不做家事的 包括其實我婆婆 也不太做家事 我婆婆只是 她燒了一手好菜 但是如果要像是 掃地 拖地 晒衣服 洗碗 她不太做 都是男生去用 那像我們家就不一樣 我們家就比較傳統 女孩子就是都要負責打掃 什麼事情都要幫忙 但就變成我很累的是 我回娘家也要做 但我過年的時候 再潑家 大家來了 我也還在做 我想要我回來 其實就像公主一樣 跟爸爸媽媽撒嬌 然後我就要去 可能弄水果 然後婆婆如果去燒菜的時候 去煮菜 我要幫忙弄菜 然後切肉 整理 這樣 來到沖缸開心果 逗大家開心 然後帶小孩 這樣 累不累 惡婆婆代表其媽 惡婆婆代表 我當媳婦的時候 有一次小姑嘛 身體生病 然後我婆婆就 整個禮拜都不吃不睡 我說媽 阿公是怎樣 那就打鼻了 問什麼這樣 就不告訴我 然後有一天我生病了 我說我胃痛 我說媽 那我胃痛 你會說我是醫生嗎 我是醫生嗎 你會說這樣兩點 兩三點 你吵醒我 你去看醫生啊 你告訴我有什麼用嗎 以前的媳婦是真的 都不敢講怎麼樣 現在的媳婦就會用一種方法 告訴婆婆我生病了 我就三天不煮飯了 早認識你就 現在你媳婦都來跟你講說 我病了 你媳婦都來跟你講說 我肚子好痛 我好像生病了 我對媳婦現在 就是這樣 因為我不敢對她 她就照刺 因為我怕 我怕我兒子 我怕兒子日子不好過啊 上次講個菜 跑不見人癮 你再講稍微重一點 馬上 我看雞犬不靈了 我不敢 不敢讓她生氣 你生病喔 那我帶你去喔 開車啊 我會對我媳婦這樣子 我有一次常胃炎 我婆婆都跟我說 你就是 不早點睡覺 然後要喝冰 然後就是 生活作息不正常 所以你才會這樣體弱多病 妳婆婆疑心喔 就是她覺得 就是她 因為她就要早點睡 那我真的沒辦法早睡 然後她會說 妳這樣子生病了 妳怎麼照顧妳老公 我老公大人大症 妳是不要把妳照顧自己嗎 然後有一次我小姑 她就是稍微就是咳嗽 然後 然後早上起來有點過敏這樣而已 妳是不是就是怎麼了 我去市場買雞 幫妳熬雞精 然後我就想說 真好 就是 她就說妳熬夜 小姑就熬雞精 對... 對... 妳現在是B的喔 對... 妳現在意這麼大 真的 我們兩個來挑剝離間一人 對... 我婆媳關係 要跟裂縫更大 來找我們兩個 對... 或者... 或者妳想要跟妳婆婆 告別關係的話 來找... 沒有... 那妳自己選的是什麼 坐月子的時候 以前 我生兩胎都自然產嘛 自然產恢復比較快 就回去 就是吃便當 然後 就是吃便當啊 中午人家送便當 兩家就送一鍋麻油雞 你就在樓上自己熱 吃麻油雞 這樣也是不錯 也是過來 可是 有一次我那個小姑生病嘛 然後我婆婆就還親自... 親自燉品 親自弄什麼 好像就是 蓋很多油啊 還是中藥補藥 一天大碗的 那我有一天就跟我婆婆說 媽 我做月子也沒有吃什麼 現在又站著說 妳說什麼 妳現在是說我虐待妳嗎 就這樣子 妳說我虐待妳嗎 妳現在講大話什麼 這樣子真的是不行 好難喔 以前的 好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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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早點睡 早點睡 比較早點睡就好了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像我生小孩 三天三月生起生不出來 我婆婆就罵了 娘... 就叫你 一樓 要提個水桶到四樓 清潔到一樓 生不出來就是沒有運動 寶貝啊 意思 阿娘是妳少林寺啊 妳... 對啊 她在以前要自然產 要走樓梯 對 基本上是要跪著摸的 不是用拖把的喔 這樣子流流流 那請問到底哪一個情況 容易眼紅呢 婆婆對待女兒 哪種狀況最讓妳眼紅 聽聽KOL怎麼說 我選A 有一次我去我朋友家 因為她跟公婆住在一起 快到晚餐時間的時候 婆婆就說 妳趕快過來幫忙啊 不要讓妳朋友等啊 結果剛好她大姑回來 也要一起吃 結果她婆婆看到她女兒就說 啊... 妳回來了妳好辛苦 趕快去做的 去休息 然後我就看到我同學 這邊都忙西忙的 然後我們兩個還互相偷看了一下 所以女兒跟媳婦 真的是完全不一 就是呢 我的朋友她的小姑 只有逢年過節會回來 可是回來呢 她的小姑是就是 都在看劇啊 把手機是完全不用做假式的 只有朋友跟這婆婆 一起準備黏菜 然後打掃忙進忙出的 她就已經覺得很不舒服了 有一次小姑 就帶著男朋友一起回來 說會住幾天 然後呢 婆婆呢就會跟我的朋友說 那妳就順便幫小姑洗衣服 可是這一次讓她大爆炸 是因為呢 她發現這些衣服裡面 還有 別的男生的衣物 她就去問婆婆 婆婆就說 她是她男朋友的 都是自己人的 洗一洗沒有關係 怎麼會差別待遇差那麼多呢 根據調查 多數KOL投給了A 女兒不用做家事 得票比例72% 你覺得正常嗎 好 令人眼紅72% 女兒不用做家事 選B的不正常 好 天啊 再來問題了 哪件事情會讓妳活大 A 大姑小姑亂給意見 B 婆婆幫老公說話 A還是B 請舉牌 A 因為我選A啦 為什麼 所以 因為婆婆講 你可能聽 莊莓聽到飄走就好 可是四個人 她們是輪流 輪流還要跟你講 因為譬如像我那時候大姑 她就有搬到我家來住過一陣子 本來是說住三個月的話 那你知道住的這三年當中 她因為跟我老公 就一起上班 因為她在她公司上班 在幫我老公 所以她就會常常跟我老公說 那甄莉都那麼忙 都沒有回家 這樣是不是會對妳 不好 是不好 也都沒有在顧小孩 怎樣怎樣 然後她也會 有時候也會像我兒子 比較大隻 她就跟我兒子說 妳這樣吃真的吃太多了 然後妳要少吃一點 妳要多運動 那我兒子說 我有運動啊 可是我餓啊 我餓我不能吃嗎 然後我就說 妳餓了可以吃 可是妳就是少吃 我會講說少吃什麼 可是譬如說青菜 或是蛋白質 妳多吃沒關係 可是姑姑就會講說 妳就是都要少吃 我就會覺得 就是比較 不要不太受不了 我對這個就很有感 因為之前 我其實為了要求職的時候 努力了很久 從我們結婚一直到有 花了三年的時間 那這中間其實就是 聽過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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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給的意見跟偏方 包括就是 也是我們夫家 也是很多大姑小姑們 然後就都會講說 妳就是給自己壓力太大了 我跟你講喔 最近有個什麼偏方 那個偏方就是 她就叫我要去哪一間哪一間廟 還有要去那個 吃什麼各種的生殖器 動物的生殖器 什麼羊鞭 什麼蛇鞭 那種的 我也是造詞 就想說 真的是妳知道急了 妳想要希望 可以趕快有這樣子 就吃了這些東西之後 就搞到我自己 有一次就腸胃炎 然後腸胃炎之後 我就真的就爆炸 就跟我同學 真的受不了了 就旁邊的人 真的給了太多太多的意見 所以她牛鞭是整根吃這樣 就整根就是有 有那種小小的那個 有切片喔 對 然後就 我這是為妳拿來吃 然後就 後來反而這些東西全部停了 然後就 就有了 對啊 好 問一下Eva呢 我跟我老公比較容易 會因為工作上的事情吵架 因為我們一起創業 那有時候我會覺得 這個廠商不OK的時候 我就跟老公說 我覺得這廠商 妳要再考慮 妳不要一下 錢都下下去了之後 妳發現了 就是我老公很常 因為這種事情被騙 所以我會很常提醒她 這件事情 那有時候我老公會覺得說 妳男人的意見就是 對 對 她就會因為這樣吵架 然後如果被我小姑知道 我們因為這樣的事情 在吵架的時候 她就是會 亂給我老公意見 她就會說 妳看妳老婆就是 那種就是傲嬌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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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她會一直跟她 就是在旁邊講一些 就是閒言閒語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們兩個已經在吵架了 難道妳就不能 但是妳不要講話 閉嘴 真的 對 所以我選A OK 我是選B啦 因為我覺得 像以前我們剛結婚的時候 我老公都還很愛應酬 然後應酬 他有時候都不回家了 你知道嗎 那妳都結婚了 妳還可以不回家嗎 對啊 去哪裡 不是很奇怪 但我其實也不太會管他 那我不管他 不代表我不介意 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就回來 我就跟他念了兩句 那我老公就會爆炸 我老公是很大男人主義 他就會吼我 那一吼我呢 我婆婆他們就知道我們在吵架 那我就不講話 他們就會在 就會聊天的時候 會講說女人沒關係 男人本來就要應酬 沒有應酬 怎麼會為家裡賺錢 就不要管他那麼多 那就把他不回家 然後合理化 對 不行吧 那綺媽呢 我選B 我婆婆是那種 兒子做錯事 永遠是別人的錯 就像她以前 我們兩個是同事 然後 妳跟妳先生 對 我姐姐是老闆娘 就是讓她去國外採購 那個原木回來 結果她去外面就是 花天酒地怎樣 原木買回來都空心了 花了快兩百萬的時候 我姐姐就撩那兩百萬 然後就跟我婆婆講說 她怎樣怎樣 我婆婆說 說這樣 是不是事實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去外面有苦衷 是不是被人家壓走了 是不是怎樣 就是根本還是完全講他兒子的話 你們自己要派他去的 他出去多辛苦啊 你知道都沒有睡覺 都要去看原木 都講那些 原木都搞到空心了 看什麼原木 買回來都爛火啊 你要知道她要堅持她這個立場 她也是腦袋要動很快 沒錯 找那種理由來合理 真的 真的耶 真的耶 她敢願意這樣 對不對 她敢願意放屁 就排輪了 不然要怎麼說 對不對 我媽妳就不知道 那就是去花天酒都帶我 所以都腳去放屁 妳有沒有看到 沒有啊 妳有沒有看到 妳有沒有看到帶我 妳沒有嘛 妳沒有妳就一支支我不會說 真的 媽媽妳覺得我好像不對 我沒有說妳不對 我是說我娘無告啊 對不對 對 我跟身前打過有時候 對啊 是人家不會做不對 她敢告她 這樣嗎 對啊 什麼 公公你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負責小玻璃間的 媳婦碰媽媽件事情 會非常生氣 看一下 與老公意見不合時 哪件事讓你火大 聽聽Q.O.O怎麼說 我當然是選擇A大姑小姑介入嘛 就是呢我婆婆快生日嘛 我跟我老公呢 就在討論 婆婆生日應該是什麼東西 我就覺得老人家嘛 應該吃的比較健康一點 然後呢我老公就覺得不行 生日一定要吃肉 然後呢我大姑小姑聽到了 就說不行不行 我比較喜歡吃日本的菜 我們三個就一起嘗嘗嘗嘗嘗嘗 一起討論 到底要買什麼東西吃 其實呢現在呢還沒有結果 我就快瘋掉了 因為真的快生日了 之前跟老公出去了 那也學會了 就那一個飯店的事情吵架 但是老公的妹妹就說 跟我們生氣的 有什麼好吵架的 當下覺得好像 沒有人站在我這邊 一個人在台灣 沒有家人在身邊 這時候 真的好委屈 好辛苦 根據調查 多數Q.O.O投給了A 大姑小姑斷給意見 得票比例62% 你覺得正常嗎 真的嗎 他就要講了 他就要講了 你可以救援一下 救援一下 趕快衝出警政單位 好可憐耶 要撐一下 好 來多數都選A 所以選B的不正常 請噴 你最後一題講完了 對啊 這個大概 大家鬆一口氣 沒有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回去 面對婆婆 對... 之前可以先通知一下嗎 回家撿第四台 把婆婆帶去逛夜市 對... 他也都在夜市吃腰頓排骨 正好就在撥 真的 我希望今天我們討論的 如果有這個周圍相關關係的人 千萬別往心裡去 對不對 這不過就是一個討論而已 而且我們也在裡面 我們也得到了很多體會 對不對 我們一定可以找到 彼此相處的一個方式 是不是 或許之間的關係 是一直在往前的 好不好 但是這過程會進進退退 進進退退 OK 總是會找到這種 謝謝你們收看 謝謝你們討論 好 男士不便在現場 我就問 你正常嗎 好 我們今天呢有... 怎麼都是女生啊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聊跟娘家有關的 男士不便在現場 男士不便在現場 那你請回吧 那你請回吧 好 因為我要賺這一集的錢 所以我要存在這裡 OK 好 好 我們也歡迎的是 自由天人各位禮貌 好 我們這邊是 Mai 製衣以及蕾可 嗨 好 那我想問一下第一題 請問你們平均多久回一隻娘家 來 我們就寫版啦 你...拜託好不好 這位小姐 不好意思 他用小事耶 天天 這個很... 就動不動就回娘家 很頻繁耶 對啊 這次還兩天喔 這天天喔 禮拜一到禮拜五 上去上班打卡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動不動就回娘家 我那時候為了要就是 天天回娘家 我還搬到我家...我娘家附近 原因就是因為 每天回去趁飯 小孩給爸媽雇啊什麼的 我因為這樣子 我還特別尋找了一下 幼稚園也在娘家附近 老人家年紀大了要多走動 對 所以你看幼稚園門口很多阿公阿嬤去接的 其實不是不孝順 是讓爸媽多出去運動走走散散步 各位... OK 好 其實不要幫他們帶小孩 很可怕 不會好不好 你是好意啦 就是讓他們多運動 帶小孩就是運動運動 好 運動刷法也有很多 不要帶小孩 對 祖孫琴...都是這樣子 就是要阿公哥 讓長輩享受天倫之樂 對...而且有些長輩會念 會什麼的 可是其實心裡是開心的 就是... 你有時候如果不給他帶 他還會覺得說 怎樣現在嫌我帶不好 總沒有給我帶了 我只要一天沒回家 我爸會打電話來說 你今天怎麼了 王米娜... 王米娜... 我沒有要還怡怒孫 OK嗎 你千萬不要說我先招 我沒有要好嗎 我爸爸很開心耶 他這個是根本就是 賴在娘家啦 這個不是回娘家啦 對不對 我很好奇啊 你們的老公不會忌諱 像我是很忌諱喔 為什麼 最常回娘家一定是因為吵架 動不動就回娘家 那總是要把他贏回來嘛 而且女人很奇怪 回娘家是你自己要回的 又不是我叫你回的 不要我們自己攔計程車 那到時候還得要我們開車 去把你載回來 那什麼道理 我們可以去回家啊 有一款 有一款是要人家帶的 對 有一款 幾乎到人家帶 你如果不去帶他 好像你不夠愛他 去喔 如果就是你就出來了 我們就趕快走 你就沒事了 不是...去喔 一大陣仗 他們母啦 他們爸啦 有時候還加上 舅舅啦 主公啦 每個人都要跟你說教 那個媽媽 玉琳啦 玉琳妳不敢這樣啦 我老公沒相處 妳想你這樣 不行 我老公來了 比較拼拼啦 夫妻感情要經營啦 三十五公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每個人都跟你講一頓 聽完那一頓就飽了 可是那是久久啊 沒有 你這樣講完 其實很多女人想哭 因為我們也回過娘家 我們... 我們回來了 他都不知道我們回過娘家 對啊 對不對 我就是 我跟你講 我回娘家 老公渾然不覺 我老公從來都不知道 我有回娘家 所以我從來回娘家 都不會跟我老公講的 怎麼會四十八小時就回去 我跟我爸媽家 其實離得很近 那以前因為小孩子小 有時候爸媽媽媽會幫忙 帶一下 顧一下 那我有時候連買一個菜 順便拿回家去分他一下 所以是這個兩個月的是 因為距離遠 家常不會開扯 所以就變成就不能長長 娘家在哪裡 苗栗 對... 對... 所以就變成說 除非老公有空 不然就久久回去 那一次回去就要很久 只是回票價 兩年 對 回 對 就是一去就可能 待個一兩個禮拜 好 那我們先回過台來問一個 這個回娘家這個事情 最常因為什麼事情回娘家 A 跟老公吵架 B 把小孩丟給爸媽顧 A還是B 來 請舉牌 你看 不負責任的這麼多 那邊都是丟小孩的 沒有 好... 我是順便 維妮媽 跟老公吵架 因為你知道我老公 就像玉琳哥一樣 比較傳統 他包含 誰跟你說我很傳統 我是很傳統 對 他會覺得因為 不是老派 我21歲就嫁進去 他就會被他媽媽洗腦說 我跟你說 如果女生常常回娘家 表示我們婆家對她 不是很照顧 然後我老公就有這個 先入為主的觀念 於是乎像 如果像我們吵架 他也會說 我跟你講 你不要在社群網站上 還是什麼 找你姐妹那種 我還會遇到你姐妹喔 你社群網站上是公開的 我們吵架那種心情 你不用抒發 那我就只能回娘家啊 我還能去哪 對不對 我曾經試過在大樹下 坐了一整個晚上 他都沒有發現我 我就只好回娘家 大樹太多顆 你要跟他講說哪一條 你應該不會再獨提樹吧 獨提樹 可是回娘家有個欠片 回來無遺物 何處熱承開 我曾經剛結婚的時候 回娘家 然後跟我媽說 小亮怎樣怎樣怎樣 我才講沒三句 我媽媽講了一天 他罵妳對不對 對 他罵我 他覺得說結婚就是這樣 因為我媽是那種很傳統 我爸爸也是大男人主義 所以他就覺得男生大男人主義 理所當然 你嫁過去就要幫人家做事 所以反而我被數落一頓 你講對了 所以我剛剛看你們答案 嘖嘖撐起 48小時的一天一週 還兩週一次的 我姐姐喔 那個年代對不對 她結婚然後回娘家 為什麼 第三天開始唸 然後我姐姐一直不能釋懷 我是妳女兒 妳怎麼會叫我一直回去 第一次天我媽媽講真話 吐吐架都在說 所以一定就是 你們福氣感情感 是不是八點檔看太多 你怎麼掛回來 你怎麼掛回來 第五天搞得我們全家蒙羞 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怎麼有辦法 今天回去 不是 玉琳哥 你那是姐姐住在那邊 我們是去有回家 去有回家 沒有過夜 對 沒有過夜 就沒有差 我是吵架我就會回去 因為我媽她也是 就是以前就是你知道 她的婆婆可能就是也是 她的爸媽也是比較傳統那一種 對 然後她對於我 她就會覺得說 妳都已經就是結婚了 妳現在年輕人 然後妳有什麼 不開心什麼的 妳都回來回來講 講完沒事妳就回家這樣子 對 然後她也會 她就像閨蜜一樣 然後會跟我一起 她會跟我一起罵 所以她不會罵妳 不會 她不會罵我 基本上都是跟我 聽我的角度 然後我的想法 我的感受 然後跟我一起去好好的罵老公 然後罵完之後呢 對 罵完之後她還是會 還是會轉回來 因為到最後我還是會說 沒有啦 孝恩還是很棒啦 還是做得很好啊什麼的 然後她就會說 好啦也是啦 那就可以不用離婚啦 我們在那邊資料說 維尼媽曾經把小孩 帶去日本高達十四天 那時候是因為很累 我們家四個孩子嘛 然後老公其實就只需要 坐在沙發上面滑手機的那種 我必須得想著 比方說現在在錄影 晚上我要煮什麼 然後請她幫忙退冰什麼的 可是就很累 包含我們家 那可能我那時候 就講話可能口氣比較不好 因為你們也知道 我老公就跟就是 玉琳哥一樣比較傳統 老太太 對 然後她就 她就在小孩子面前 就是老爺 老爺對不對 她就覺得說 我在那邊好像抱怨什麼 情緒來了 我就惡話不說 然後剛剛那時候 就看到手機上面 秀出來 很便宜 暑假 一張機票的錢 只要一千多塊錢 我就直接訂了機票 直接飛到日本去找我媽 因為我媽後來是 改嫁到日本 我一去就去了半個月 然後我把最艱難的 兩個最小的給她雇 然後兩個最大的 這才對 乖的你帶去日本 對 然後因為她 老爺的留在台灣 沒錯 離開手的 我們要拆了 因為她有我的手機定位 所以她就突然發現說 我開始在款行李 然後去機場 她問我要去哪裡 我說回去找我媽 我說我要深度旅遊 我要自由行 我要帶孩子去知道 日本有哪些好吃的東西 然後她就嚇到 她說沒差 那你就去 然後她就一個人 帶著小朋友 兩個小朋友 這樣半個月 後來她就真的覺得不行 然後才請我回來 確定她有請你這個動作嗎 還是時間到了 就自己趕快回來 對啊 因為那時候 時間也燒了 好 好 妳知道 反正的機票就14天 妳也燒 妳很討厭 她好好說 我是那種 把小孩丟給爸媽顧的那種 但是其實前提之下 其實我是伴隨著 想爸媽的心情 然後順便一起 把小孩丟給他們顧 是真的 真心 妳最久把孩子放娘家多久 三個月 很久 沒有 不是 三個月是我也在 然後那時候是疫情三級警戒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我要 我最好是老的也能照顧到 小的也能照顧到 我就那時候不能出門 我就乾脆回娘家 全部我一個人在那邊顧 對 顧到快得憂鬱症了這樣 對 我有換個小孩八歲 暑假去爺爺那邊 待了快兩個月 回來 泡得一手好功夫茶 你那個是爺爺的 老人家 然後去學 對 然後土風舞跳得特好 真的 我兒子就會跟我 跟我爸爸在那邊看那個 就是那個叫什麼國標舞的 是老人的國標舞 然後他現在也會跳 就是有很多不一樣的玩法 滿好玩的 好 到底選A還選B的人不正常 最常因為什麼事回娘家 A 跟老公吵架 B 把小孩丟給爸媽顧 我就問你正X媽節目 特地於網路KOL 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題當然我選的是B 因為像我自己的話 就是因為平常我都自己帶小孩 所以可能如果我們 晚上想要看電影 或者是想要一起出去外面 好好吃吃飯 是比較困難的 那這個時候 如果我有回娘家 我就可以把小孩給我媽媽看 因為通常如果你是跟公婆的話 你比較不好意思去開這個KOL 但是自己的爸爸媽媽 你就是可以很放心的 去跟他們講 不要覺得是我們女兒 貪圖那一點輕鬆喔 其實這背後 是有很用心的理由的 就是我爸媽呢 每一次見到孫女 就笑 笑 笑 笑是最重要的健康促進啊 有笑容會開始 健康就會加分是不是 所以為了我爸媽的健康呢 做女兒的 一定要常帶孫女回娘家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18%的KOL投給A 跟老公吵架 而有82%的KOL投票給的B 把小孩丟給爸媽過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比例非常高 8成以上都是把小孩 丟給爸媽照顧 選A的不正常 請分 真的 回娘家的什麼動作 會讓你覺得心酸 A 自己的房間沒了 B 娘家的門所換了 你不知道 比較心酸喔 來 A或B 請舉牌 所以房間沒了都可以接受 可以啊 房間沒了沒關係 還有沙發可以睡啊 太睡可憐了 可是我不能接受 要那個所換 因為我那時候好像結婚 第二個月 第三個月 反正我就是買了菜 要回家 多買嘛 然後想說他們在不在 能不能下來拿 他們說都不在家 出去外面 我想說那沒關係 我有鑰匙 就幫你拿進去 然後放著 那我再走就好 結果那天去 那個門怎麼樣開 都打不了開喔 然後我就覺得 是我鑰匙壞掉嗎 還是怎麼弄都不行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我就打給我爸 我爸說沒有啊 昨天那個門所壞了 我們就換了 我說換了 你為什麼沒跟我講 他說不用啊 為什麼要跟你講 對啊 要房妳回來 挖娘家的錢 蓋什麼這個說 我有拿東西要過來嗎 那我說那你 真的很心酸耶 對 你知道嗎 而且我們是要拿東西去 去給他 我就說那你們為什麼換鎖 他說沒有啊 就變成我回來我要報備 你知道 就變成我們是客人的感覺 我平常回來 想回來就回來 為什麼要講 妳有沒有去了解他 為什麼要換鎖 他就說壞掉 我跟你講 如果是傳統鎖壞掉 那可以這樣解釋 有一種更令人心酸的是 那個明明就是電子鎖 是密碼 為什麼妳檢問第二天 他就換密碼 真的很心酸耶 好恐怖喔 可是我前面 鎖壞掉都還好 你知道我朋友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嫁出去的女兒 他就外人 對 就是外人 他跟著外人性 那換密碼這個動作 真的是把妳當賊耶 他就怕妳進來了 偷家裡面的金子還是 玉玲啊 我跟妳講 妳是閒電視機前面的 發電腦 美送的事情 到底怎麼了妳 但是我朋友 真的就是這樣 她就是結 她是他們家最小 最後一個嫁掉之後 她結婚沒多久 一個禮拜要回去之後 她鎖 就開不了 那不是鎖壞掉喔 也不是她爸媽要 是她哥哥的老婆 說要換 她說我們人 如果不在 我怎麼知道 妳妹妹跟妳妹夫 回到家會幹嘛 我房間的門也沒有 也不會鎖 所以她那時候就慫恿 她哥哥 然後就是 把家裡的鎖 全部換掉 包括連樓下大樓 他們還自備換鎖 然後再打鑰匙給 他們那一整棟的住戶 然後妳知道我朋友 就很難過 然後在那邊哭 就說我回去妳會幹嘛 然後她嫂嫂就說 妳就嫁掉啦 反正妳嫁掉 也就信妳老公的信啦 那妳回到家 可以啊 妳就打個電話 跟我們說一聲啊 我們幫妳開門就好了 妳看這有多心酸啊 對 如果聽到這個故事 我覺得我會不爽 的是她哥哥耶 我覺得嫂子如果 他跟你沒有血緣關係 他這樣對妳 妳其實不會太心痛 但如果是自己的 哥哥還允許 這樣挺 對 哥哥還允許 哥哥還挺他 這個我就不能接受 哥哥被嫂子捏住了 對 對 我製作了 我這樣講說 太直接了 真的 對 妳在想什麼 哥哥容易嗎 哥哥 快要壞死了 你很接受了 黑掉了 哥哥就吃到嫂子的膚 對 我是想說所被換掉 可能就頂多有很多事故 那房間沒了 我覺得在這個家的存在感 好像就被消失得無影無蹤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剛結婚 然後想說結婚又不是搬家 所以應該就是東西慢慢拿回去 夫家就好了 然後我那時候一路上 我還跟我老公說 我跟你說 我有很多公仔 很多書啊 什麼 等一下我要慢慢的拿回去 然後還一路上就是跟他分享 結果沒想到我一到娘家 我就跑去我房間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 天啊 這是什麼地方 你知道裡面有鍋具 然後還有什麼瓦斯爐 什麼都有 都發裡面還有拆下來的這個 臭油煙機 故障的廚師機 對 然後我想說奇怪 這是時荒是不是 然後我就問我媽說 等一下我媽我的房間怎麼變這樣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啦 因為上個月那個房客 舊房客就急忙忙就退租 然後新房客我想讓他趕快進來 就是接這個空窗席 他說算你舊房客 東西我先放到你的房間 你幾歲結婚了呀 我媽 我24 很長大 他有一種很傷感 就是你從小到大的那些娃娃 公主妝 而且我都 那你嫁人以後呢 他把那些都丟掉了 你不嫁以後呢 你發現你 不會想像說就是 你結婚後會馬上 就在這個家的東西就不見了 那妳覺得應該多久才不見了 我覺得那應該是 要一直放在那邊 放著 然後又不知道妳什麼時候回來 因為妳是回去時間 這個頻率最短 對不對 然後他每天要幫妳打掃 對不對 怎麼樣 還把妳的相片供著 是不是 妳會回來 妳要這樣子嗎 娘家應該要這樣子嗎 妳不是自己有新家庭的嗎 妳不是自己帶不去嗎 算了啦 好可怕 遇到這種狀況 如果是美人姐 我們就明天就把它撤掉了 我會感覺到 這是對我媽媽的出現 養妳那麼大 24年沒跟你送過房租 妳結婚了 嫁人了 我還得保留一個房子給妳 對 要轉台 那我覺得這個 轉台啦 對 剛剛 轉到我這裡 這個會變成討論的話題 是因為前不久有一個新聞是 憲哥女兒不是依序都嫁人了嗎 他說他們每個人房間 王好如初會保留 而且真的 每隔幾天會請人家來打掃 他這個寓意是什麼 因為現在婚姻不穩定 對 你千萬不要為了怕離婚 去看男人臉色 你不用擔心 家裡面是你最好的後盾 隨時離婚 隨時回家住 一樣就跟小時候一樣 他是有這個生意在做 對 對啊 我覺得 我們的爸爸是吳宗憲嗎 就不是 所以他的 所以他的房間變殘酷 所以他不是啦 他房間就變殘酷 是不是 像我們家的話 因為就是我媽她 他就是很愛玩房子 他就是買賣房子這樣 所以他就是 對啊 很會玩 很會玩 很懂玩 然後他就是等於有一間 就是我原本婚前 我就是住在那裡了 然後他就是等於說 他就是 就不動 他就完全不動 然後他會就是幫我打掃什麼的 然後他就是說 有空你就可以回來 那你可以住個幾天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這個方面我是覺得 目前還沒有遇到 因為家裡面就是保持原狀這樣 我在逃出房間 你們是說我的房間被動 我聽到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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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還是無法接受 就是 我哪一天要回家 就算要回老家好了 我可能要回去 然後要開門的時候 沒辦法打開 回不了家的時候 就會覺得 我那個瞬間 好想哭 真的 會覺得 對 如果是女生然後回家 發現那個所打不開了 要我會任性到底 我就去找一根鐵絲 沒有 那是一百三秒鐘 你別找手 我把手都麻掉 好不會這樣 好任性 沒有 三秒鐘要擠完 就是要不讓我回家 大家都不要回家 對 我特別這樣問你們 就是說 不是哪一種方法才是 一定要保留女兒的房間 才是父母對你的愛 對 因為它有經濟條件的一些限制 不能用這麼淺薄的方式 去看父母對你的愛 換了只是鎖 對不對 他心沒有鎖起來 他愛你的心如果沒有鎖起來 你永遠都是有機會 有依靠的 就有個鎖嘛 對不對 鐵絲嘛 鎖匠嘛 就是要打開啊 不然怎樣 打門開了 是不是 這個真的不要太往心裡去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說 到底選A還選B的不正常 不正常呢 也真的是覺得你們比較特別 在乎鎖的人 真的是太特別 我們看一下 真的嗎 回娘家後 哪種轉變比較心酸 A 自己的房間沒了 B 家裡門所換的卻不知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一題我選A 房間被佔據 比如像我 我家住在高雄 我搬上來台北沒有多久 台北沒有幾個月吧 我一回到家 我的房間突然不見了 變成我妹的房間了 又加上它很刮愛乾淨 房間裡都很洗八糟的 我當時開始回到高雄 都只煮飯店 就因為我的房間 被她打炸 我一定是選A 因為我娘家是在美國 美國現在的管理費比較貴 所以我媽就把我的房間出租了 所以我現在回去了 就沒有房間睡了 我要睡在我媽房間的地上 多麼的淒涼啊 其實我也明白的 但是一進去就發現 我可不可以進去我自己的房間 就有點傷心啊 還有 她 丟了我很多東西耶 其實 不知道怎麼說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2%的KOL 投票給了B 家裡門所換的卻不知 而有68%的KOL 投票給了A 自己的房間美了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大多數人是不能接收自己的房間 沒了 所以選B的不正常 好特別喔 我覺得這邊要跟所有的娘家 就是你把女兒嫁出去的父母講一下 你不要那麼快把她房間收拾了 因為孩子離家 她人是出去了 但你要知道她心還在這個家 你讓她有個過程 而且現在離婚率這麼高 就別一直講 別一直講 別一直講 3C學習好幫手 小晶晶珍掌花夜黃速動 好吃有感超給力 上網搜尋小晶晶 隨時會回來 有那個房間就是其他女兒離婚回來 想像玉琳哥已經把他女兒的房子 就是永久都會保存 可是因為所以就是說 女兒嫁出去之後 她要真正在心態上也覺得自己 獨立一個家庭了 她有個過程 你至少留她個一兩年 拿來倉庫放雜物還算可以接收 最不能接收是變成你嫂子的更衣室 把她的衣服全部都在你房間 真的無孔天下不亂耶 對啊 她很喜歡挑撥耶 挑撥耶 玉琳哥 我是講這個真相比較殘酷 常常都變成這樣 好啦 偷偷看娘家做什麼事最爽 什麼事都不做 偷娘家東西出來 B 當大小姐給爸媽伺候 A還是B 請舉牌 怎麼可能是A 怎麼可能是偷 自由先講好了 當然要偷啊 你會幹你爸的東西喔 不要這麼說啊 有些東西 不要用那個字 有些東西是有香的 怪不得亮亮跟我講說 你們家不死會出現金條 對啊 不是金條 金條我還不會 金條可以自己買 有些東西不是錢能買得到的 那個才比較難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那一些東西比較特別 我跟你講一定要搬 我跟大家講 以前我媽媽有一個彩色鍋 以前彩色鍋是很 法郎 家裡有一個法郎彩色鍋 就很不客氣 很高級 我跟你講 我早就想要我媽這個鍋了 然後她死都不給我 然後那一天 因為她就滷了一個咖哩在裡面 那我兒子就覺得說 媽媽這咖哩這樣拿起來 好像在國外 我說對你兒子 你孫子說這咖哩很好吃 我等過拿回來 我幫你洗一洗再拿來給你 然後她 二十年來就沒有再回去過了 對啊 這二十年前幹來的 對 我兒子都二十五歲 坦白講 彩色鍋這個造型非常少 是不是 非常少 是我我也拿 是不是 是我我也拿 而且我們拿回來收藏都好 而且是有回憶的對不對 這當中妳媽會不會一直 給妳吹套 她忘記了 因為妳會買別的給她買 對 妳要跟她換 妳知道嗎 這張真的很聰明 這真的要把它拿回來 妳保護得很好 妳很少用 很少用就捨不得有回憶 對 要不然這個會掉 這個好看 這個很漂亮 這個很漂亮對不對 這個漂亮 這個漂亮 而且我跟妳講 她這個蓋子高 蓋子高妳知道嗎 稍微再多一點的話 對 也沒關係 它也是可以蓋上去 非常漂亮 而且這個可以直接上桌 不用再換了 對 這一定要拿的 這我沒有 真的 我這裡也沒什麼是非好不好 贊同 那另外那比較小的 那是幹嘛的 這個一定要 很少 那個燉粿子 你知道嗎 這燉粿子也隔水針 大小剛剛好 這我經常說都買得到嗎 沒有沒有 這種大小沒有 這個尺寸買不到 不容易 現在比較大 都是比較大的 對 那不然就比較小的 燉燕窩那個比較小 然後不然就是燉雞中的那個 那個太大 這個我現在知道 這個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它30漂亮 尺寸很棒 一個人喝雞湯 所以這個要你也是一樣會拿 會拿 對啦 一隻雞腿 我們一個人喝剛剛好 對不對 另外那是什麼 佛牌是什麼 不是佛牌 我跟你講這個 你都沒看過了 這個是 我其實想再偷另外一個 現在還沒看到那一個 因為那個是我阿嬤在用 這個是我媽媽用的 因為這個是小時候的 小時候我有暖暖包是不是 我小時候看到我阿嬤 那是竹子做的 你知道嗎 裡面是燒炭的 然後那個手這樣捂著 所以這個就是 以前的暖暖包 對 我只記得小時候他們要放油 然後點火 現在我也不會用 但是 以前 但你不覺得這很懷念 我小時候我阿嬤都弄完 然後我就放在口袋 暖暖的這樣 我那天在那邊翻翻翻 這是 妳小時候你們家是有錢人 這是日本才有 對 之後來我媽媽買日本的 買日本的 這個是我媽媽的 但有一個更古老的 我想偷那一個 不是 目前還沒看到 想真偷那個 對 妳這個都要換了 那個棉薰那個都不行 現在還有人在用這個嗎 應該買不到了 對 那變古董了 對 而且你知道它是非常低溫的 很舒服 低溫的 它不會給你燙的 對 看口袋 我就記得以前小時候 他們就弄熱熱的 然後放我口袋這樣 對 然後他一定要放在一個紅布 然後放在裡面 就不會很燙 這要拿 這要拿嘛 那是拿也沒用 反正他也不會用 你拿回來了 她偷了什麼 我 我偷東西比較特別 我偷的都是農產品 因為我爸媽退休了 農產品 我們家就是有一點山坡 住在有點山坡 所以其實 他們喜歡在院子裡面 種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爸媽種的 自己種的都是有機的 你知道是用心去栽種 然後無毒的 但是這是我家 剛好在我夫家裡面 因為剛好現在有的 要不然的話 其實我其實平常會偷 更多大型的農產品 然後你看這個東西好特別 它不是檸檬也不是荊棘 它叫 它是一種很像荊棘 又很像檸檬的混合物 有荊棘的香味 可是卻有檸檬的酸度 反正就是一種很特別的東西 那這個是直接這樣吃 沒有 它是可以擠在 你的料理上面的 但你就會覺得 而且其實那時候 種在我們娘家的時候 我小朋友每一次去看 他就會偷摘 這一個紫蘇喔 對 因為台灣的紫蘇不好買 就是其實它不難種 但是不好買 所以我又很想念 就是有時候去吃日本料理 或是去韓國吃烤肉的時候 就會用紫蘇 所以我就叫我爸媽種 妳這是紫背紫蘇 又不太一樣 對 這個就是在 還滿特別 韓國又不太看得到紫色的這樣子 然後它就很香 然後 但我爸媽除了種這種 小型的東西之外 他們會種大型的 像南瓜 木瓜 那種的 那妳回家會被當大小姐 我回家就是 大小姐吃後 我回家就是 對 就攤在那邊就是 一攤爛泥啊 所以她天天都是一攤爛泥 沒有 對 妳嫁出去了 妳要打掃 要洗衣 煮飯 妳回到家 妳都不用做這些事情 爸爸媽媽媽就會把妳水果 我切好 我只要說媽 那個夏天我想吃西瓜 妳知道我隔天回到家 我爸就會買好了 然後我如果就是 譬如說妳在家妳生了小孩 如果就是小孩子大便了 婆婆就會跟妳講說 小孩大便 那我們就做媳婦 要起來趕快去換尿布 可是到娘家 媽 對 寶貝大便了 對 媽媽就會說 好啦 那我們洗屁股 支持吃茶 我每次回到家 我媽媽就已經冰箱都已經煮好 那個菊花茶 所以我每次看到那個菊花茶 我現在看到菊花茶 我都會想到 等一下 各位 各位 她是天天回娘家 妳是天天回去喝菊花茶 沒有 可是真的回去喔 回去變一個屍體 攤在那邊 是滿好的 滿爽的 對 因為有時候在家 真的是已經很忙了 然後跟老公那個眼睛對到 他就使喚妳去做事情 對 因為只有在娘家 不會有人使喚妳做事情 你知道我每次回娘家 因為我們電視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椅子 我從很小的時候 我就喜歡窩在那個椅子 所以我每次回去 我就一定就在那個椅子 然後我就不會動了 然後我就說 我要喝水 我要吃飯 然後我要吃水果 我希望 我想要去吃樓下 那個麵包店不錯 我就叫我妹去買 反正就叫我妹啊 我姐啊 她們去買豆花 買植花買回來吃 但是吃一吃弄一弄 反正到最後 就是八九點那時候 你就覺得腳很痠 要回家了你知道嗎 就起來 我們要回家了 那我媽就開始說 那水果啊什麼 妳要不要帶回去 對 妳要不要帶回去 每次回家就一大堆 好可怕 各位 她是 48小時就回家 沒有 可是我跟你講 我很慶幸 就是我那時候 每天都回家 因為後來我爸媽離開了 我會覺得說 還好 就是我爸媽在的時候 我每天都有回去 我不會在想說 我爸媽就是不在了 然後我還在的時候 我還沒有很常回家 所以我現在會一直講 講的是我開心的 是因為我覺得那個氛圍 是好的 才不會說爸媽離開之後 然後你會 就覺得說 我當初應該要多回去陪他們 對 所以現在已經是 沒有那個要回娘家 怪不得妳 看到菊花茶也會相信 媽媽 對 那我們可以理解 妳剛才妳的心情 對 所以我現在才會說 我現在看到菊花茶就會想到 我那時候回去 雖然現在很難過 可是我... 妳這樣子... 婚後這樣子回娘家 打擾妳父母... 沒有 孝順妳父母 幾年 五年 這樣子每天這件事情 大概就是一年多而已 講得好像妳這個 十年來都這樣 沒有 就是 好啦 我們這樣子 我們可以體會的啦 可以體會的 沒有 但我希望 而且感人的是 妳現在在回老家 打開冰箱 竟然還有一杯菊花茶 妳這太鬼樣了 沒有 但是我跟妳講 我們不會講說 女兒就是回家拿東西嗎 妳知道我冰箱還有放一罐 我爸已經去吃大概五年了 妳不能再講了 對 然後我們家冰箱有一罐 我爸爸就是醃好的那個薑 客家人喜歡醃漬的薑 都一直放在那邊 然後 我捨不得把它吃完 結果開冰箱 我會覺得 我爸還在耶 因為那是我爸醃給我的薑 對 好 我剛剛罵妳的都受不了 對 因為她背後有這麼感人的故事 來 唯妮嗎 對 有點開心了嘛 對 對 其實有時候回娘家 真的就是一個女兒 不是 唯妮嗎 妳幹嘛哭成這樣 妳也有菊花茶的故事嗎 這樣子很難接呢 我真的是 來... 沒有 因為回去就是想說 我就是生了四個小孩 而且那麼年輕就嫁出去 然後回到家 當然爸爸媽媽他們就會想說 我那麼累啊 然後 就真的就像屍體一樣躺在那邊 他們甚至會知道說 因為我很想要按摩 但是因為 我捨不得花這個錢 所以他們還會幫我去預約 像我去日本找媽媽 她就會帶我去很多地方泡溫泉 然後帶我去她看過 經歷過很好很棒的地方 你這樣子 我這樣子 我不應該這樣子 我以後不會找你按摩 我懂那感受 在娘家像一攤爛泥 然後都爸媽會當公主 然後到了晚上八九點 要回家了對不對 我要家門一打開 老公 要長大了 老公就開始臭臉了 那個垃圾 你到底要放幾天 對 那個西彎草的碗 你知道嗎 玉琳哥 你這樣一秒讓我這樣 為什麼 真的 真的 那冰箱裡面那個豆腐乳 放多久 你知道那要怎麼樣 對 就會變成 所以就會變成有天堂跟地獄 所以大部分都想要回家 當大小姐給爸媽伺候嗎 回去就是只是享受一個 就是當女兒的感覺而已 所以我都會約大家一起 我就會約我爸媽 然後我侄子 然後我二哥 然後我二嫂 大家一起就是回家 然後我二哥就會煮一桌的菜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想說 大家都在太好了 我就帶小朋友回去 然後12個小時開始算有沒有 比如說早上9點 我就要到 到家之後 小朋友就完全就不用顧了 因為他們輪流會顧 就是二哥顧完換二嫂 二嫂結束換爸爸 爸爸結束換媽媽 媽媽結束換子子 然後我就覺得太快樂了 我就就猛打電動 然後打12個小時 然後該吃飯的時候呢 就去桌上就是去掃東西吃 然後 完全不用準備 對 超級爽 每次回去一定要12個小時 我覺得我 為什麼不能超過12個小時 為什麼 因為我還是要回家 就是還是要顧慮到老公的感受 不得不回家 我不能讓他覺得說 就是 我就不管家裡面怎麼樣 對 所以還是就想說 那就加個12個小時好了 就是小孩累了 可以回去睡覺這樣子 對 OK 好 我們來看 A還選B的人不正常 婚後在娘家做什麼是最爽 A 偷娘家東西出來 B 當大小姐給爸媽伺候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一題我會選B 因為回趟娘家 每次都會讓我感覺我自己 又好像變成一個小公主 就是父母他會煮很多好吃 就是你很喜歡吃冷菜給你 然後除了伺候以外 也不算伺候 他們會允許你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比如今天你想要看電視 你想要刷背什麼的 你都可以去做 因為難得回娘家嘛 就是想要你放鬆 這個答案我一定會選B 就是我自己不是爸媽伺候 我是阿公阿嬤會伺候我 就像我回到阿公阿嬤家的時候 我可能躺在沙發上 阿嬤一定會端著一碗東西 然後過來說 你要吃這個嗎 你要吃那個嗎 然後他不是給你吃喔 他是 就是我躺在沙發上 他是會用餵我的方式 然後還就是餵我喝飲料什麼的 然後就是 所以我一定會選B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8%的KOL投給A 偷兩家東西出來 而有高達72%的KOL 投票給了B 當大小姐給爸媽伺候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原來大多數都還是享受 回家爸媽扮演她公主伺候 比較少數人會喜歡回家 幹娘家的東西 沒有 而且那一堆不正常 現在女生都知道 那東西不值錢對不對 對 那就直接幹錢 沒有 不是啦 那個爸媽一把年紀 你跟她錢那太夭壽 對啊 幹那些小東西還可以 太夭壽 那婚後對娘家做哪些事情 老公會不舒服 A 拿錢回娘家 B 重要節日娘家優先 A還是B 請舉牌 大多數都是重要節日娘家優先 只有你選A喔 我就覺得說 能夠讓爸爸媽媽 因為他們都在國外 所以有回來 我就給他一些 因為不好換錢還是什麼 對 而且我都沒有孝敬他們 因為我老公就跟我說 以後你的錢就你的錢 我的錢呢就是你的錢 所以我又沒有出去工作 我就把他給我的錢 我就這樣省... 省下來 我爸就很開心啊 我沒有想過說 這件事情會對我老公 覺得是一種偷拿錢回家 因為有一次是 我們在吃飯 酒汗和肉之下呢 然後就 我爸還敬酒 然後跟我老公說 謝謝啊 這次真的 讓你花費那麼多 還包了兩萬塊紅包 然後我老公就 然後這樣看一下我 然後我就這樣 看一下旁邊 然後開車回去的時候 我老公就問說 我在意的有兩個點 第一個 什麼叫做你爸 應該是我們的爸爸 第二個是 為什麼是偷 我爸就是你爸啊 你會拿錢給媽媽 那你也會拿錢給我爸啊 我後來就知道說 原來我自己的錢 就是用我的錢給他 那像我們家族很多人 就是大概十二個小孩 我弟弟生了三個 我妹妹生五個 我生四個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回去拿東西 給別人什麼都很正常 對不對 十二個小孩 你可以想像的嗎 坐沙發一整排 從大到小 可是他們唯一會做的事情 就是吃東西啊 滑手機 平板 然後一般就是追劇看電視 然後就看到他們每個人都是 就是有一些都要戴眼睛啊 或者是這樣咪咪的 他們聚會完 我們家小孩說 媽媽我們這個還好吧 你常唸我們說什麼 半夜躲在棉被裡面看手機 其實那個弟弟他們 表弟他們也都是這樣 最近才剛開學 然後檢查那個視力什麼的 全部都不合格 他們玩那個手遊啊 還是什麼的卡通 他們的那個燈光特別 對 因為他們要連線 特別閃 我現在就跟小朋友講說 來 你們要玩 就連續猜對五次 我今天有帶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大人也可以來試試看 只要連續猜對五次 你就可以玩手機 請找出這裡面有 跟M不一樣的地方 請十秒鐘喔 這也太難啊 十秒鐘喔 來 這裡 十 九 這裡 八 好 有人先找到了 可以啊 姿佑姐找到了嗎 找到了 這一個吧 好 你可以玩手機 你看其他人 沒有找到嗎 一個啊 還有幾個 一個吧 只有一個 找到了 在哪裡 我找到了 我也找到了 一個有一個 這個對不對 我這樣有十秒嗎 超過了 等一下 現在都十秒後了 等一下 玉琳哥還在找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怎麼看都一樣 再十秒喔 一 二 三 每個人板子都不一樣嗎 不一樣 真的啊 一樣啊 一樣 一樣 我跟他一樣 那也還是超過的 在這裡 在這裡 玉琳在這裡 我覺得你們是整我 這個根本都一樣啊 沒有 你剛剛在哪裡 有一個是W 我還戴眼鏡耶 對 玉琳哥我跟你說 我跟你推薦一個 這個是我們團媽界呢 跟我大推的 它是 玉琳哥你可以開始吃 大人小孩都要 等一下 他學齡專用耶 是學齡就可以用 對 小孩就可以用 適合 其實大人小孩都可以 因為有的大人可以吃 不見得適合小孩 對 那小孩可以吃的 大人一定可以吃 可是我跟你講 你教他每天 吞那個定計 小孩就不跟你吞耶 對 那它是果凍技型 而且非常好吃 裡面就是那個 游離型葉黃素 很好被人體吸收 這個好好吃喔 對不對 對 有沒有感覺有在吃葡萄 果凍的感覺 對 果凍的 果凍的 它不是要 小朋友就不會忘記 我跟你講 這根本就是 果凍小孩 根本就是沒有抵抗力的 是 而且其實你們吃 它就是很天然的味道 所以它沒有什麼添加 市面上 但是你要找到 就是小朋友專用的 是很不容易 那大人你就知道就是說 增加劑量就可以了 很好吃耶 對 因為我上個月的時候 我兒子也是 就是可能疫情 常常看那個線上 注意喔 注意喔 你每人在節目上 吃兩包的不多喔 真的夠好吃 因為我跟你講 你小孩與其 也要給他吃點零食 對 吃這個嘛 可以 而且其實我們在吃的時候 它的葉黃素好吸收嗎 是很好吸收 而且裡面像是 比方我們大人 有一些乾乾啊 澀澀的感覺 會常常咪咪咪的 你吃因為它有 然後還有DHA 所以你感覺很潤 吃完其實只有一個感覺 就是你會發現它 這樣子的情況很少 像小朋友它就是 一天吃兩包 然後裡面是黃金比例 它是 所以它是調配的是 剛剛好是給小朋友 像裡面還有那個 所以有那種酸甜酸甜的感覺 對 吃起來像葡萄口味 對 然後它裡面 黑醋利本身它的原花青素 就是抗氧化的成分 是很高的 所以整個功效來說 我都覺得大人吃也好 小朋友吃也好 尤其是那個花青素 花青素可以讓我們夜間 那個敏銳 程度提高 因為我晚上都會打 那個手遊的麻將 我發現我胡牌 比較常常在胡 就看得到 自己的同胸器 是不是 有啦 這個真的 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不用說 我要買大人的 然後還要買小排的 不是這種葉黃素 最大的差別 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一般錄影 有的時候他們給我們一個腳本 不是我們不想看 對 不是 那個字體 而且那個字體是有十 可是我們愛面子 你吃完之後你就感覺 因為它是長期的在吃 你吃完之後就感覺 可以縮小一些 然後不會就那麼的 就是用力在看這樣子 是 正常的腳本也可以看 可以 像小朋友他們每天吃 我都給他們在飯後吃 當點心這樣子 然後就發現說 小朋友他也不太會跟我 常常抱怨說 感覺好像有一層霧那種感覺 所以像是老師在寫黑板 或者是說看書 閱讀 甚至是平板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感覺小朋友的那個 開心程度 專注程度 就提高很多 好 妳媽的分享非常好 非常好 就很需要 這個一定要趁那個 有團購的時候買起來 對不對 好 那這麼好的東西 沒有 到底是選A 還是選B 婚後對娘家做哪種事 老公會不舒服 A 拿錢回娘家 B 重要節日 娘家優先 我們來聽聽QOL是怎麼說的 這題呢 我選B 因為啊 其實今年母親節的時候 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問都沒有問我老公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就是 母親節前一天我們就是 我跟我老公還有我兒子就全家 然後就回娘家 不過母親節了 但沒想到呢 回來之後隔沒幾天 然後我婆婆其實 她就有私底下 然後跟我公公 就去媽媽說 其實 母親節那天她一直在家 其實覺得有點困難 那就後來轉述給我老公 然後我老公就是覺得說 對啊 怎麼會這樣呢 那妳 妳有媽媽 我媽媽也是要過母親節的啊 所以她就不太帥了 我選擇的答案是B 重要的節日 其實大部分啊 妳都已經 作為人父嘛 還是要以婆家優先的啊 過年啊 母親節這種大檔期的節日呢 我們都以婆家優先 如果呢 真的真的很想跟娘家人一起過的話 家裡的一個小方法 就是呢 把兩家人湊在一起吃飯 坐圓桌 大家一起過幾天 這樣就可以避免 兩方的不開心的狀況囉 那如果正常又不一樣的話 更可怕 好 來 選A不正常請噴 不過重要節日 剛剛比較沒有討論到的 剛剛有人說把娘家湊在一起 湊在一起 蕾可妳是 我是選那個重要節日 就是娘家優先 因為就是我可能跟維尼媽一樣 就很早結婚 所以那時候就很想要回家撒嬌 所以我就開始就是 變本加厲 只要碰到見紅揪修 或是節日 我就會說 我們回去娘家好了 那我最後也被我老公識破 因為他每次都發現我回娘家 都在那裡就是 好吃懶坐 然後在那裡享福 對 然後最後他忍無可忍 因為他覺得說 你好像還是要考慮到 就是婆家 你要去露露臉 什麼 不是說每次一過年 或是見紅 就馬上消失個無影無蹤 也是 對 所以這個我老公是會抗議的 不過坦白說 娘家這個事情 真的 這個父母在的時候 娘家對妳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大家一直在說 白死路重 父親如果過世 回娘家的路就變長 對 母死路重 如果連母親也過世 你娘家這個路也就斷 沒有什麼可以依戀的 所以這個事情 大家多多彼此體驗一下 她回個娘家 你就這麼多的情緒 我覺得不需要 對不對 那麼人跟人在一起都是緣分 珍惜囉 謝謝 謝謝 OK 好 謝謝 對啊 講到平常 妳說妳正常 她說妳不正常 我就問 妳正常嗎 近來有網友說 他覺得我們這個姿勢不好看 OK 為什麼不好看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檢討了 然後我們告訴你 我們以後就不換 對 這麼任性 我年紀大 我好不容易學會一個 OK 好 要這樣再回來 很好耶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玉琳 為什麼今天都是女的 一定是要聊 男生不適合聊的話題 婆媳啊 你們雅雅跟你們媽媽 意見不合的時候 你都扮演什麼角色 因為很少在互動嘛 我媽媽在嘉義嘛 然後我們在台北嘛 所以過年過節回家 那我媽媽當然奉為喪兵嘛 所以婆媳的問題 是沒有的啦 好 我為了吵架 我站在老婆這邊 好 這個是有原因的 不是我不笑喔 反正我跟我媽呢 從小吵到大嘛 媽媽吵歸吵 她總是自己的兒子嘛 沒事沒事 沒關係 你的阿婆好就好 跟老婆不能吵啊 跟老婆吵 你每天跟她相處 對 也是拿磚頭砸自己的腳 你跟她吵一次 她不立你三天 好痛耶 媽媽不會 媽媽三十秒就好了 對 所以就會 站在老婆這邊 她有評估過就對了 對 有評估過 精算啦 所以那我們就 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 特別來賓好不好 感覺好像有跟結婚年資 有不一樣 對 來 我們先 介紹之前的好不好 之前的 來 黃欣怡 後輩 結婚8年 小Call 小Call 結婚4年 愛塔 愛塔7年 好 OK 我這邊都兩位數起跳的 來 來 小玲 礦鳴姐 11年 跟她們比起來 天啊 我沒有想說我應該自今天 最資深的嗎 沒有 19 回憶嗎 19 你有沒有覺得珍莉的婚姻 可以 你現在還有在婚姻裡面 珍莉從結婚第一年 我們就覺得她應該 我們就覺得 對 想不到吧 對 是不是 以前流行初期的節目嘛 我跟我老婆 跟她老公我們常一起上 對 每次 對不對 很妙喔 事隔多年對不對 那些 都離婚了 都離婚了 然後我們兩個 我憶慮不已 那請問你 你在跟你婆婆意見播的時候 你們的老公都扮演什麼角色 親舉辦 來 垃圾 長頭草 豬隊友 小玲姐 用字很Turbo 白癡 導火線 白目的人 是真的先講好的 我跟我婆婆基本上意見 不太會不合 我都會以婆婆的意見為意見 我寫的這個白癡呢 我是寫Michael哥 他們兩個常常是因為 拜拜的問題會意見不合 就是Michael哥就一直會覺得 我婆婆很迷信 我婆婆越不喜歡 她就越要弄 拜拜一般來講 我們都知道不能拜拔辣 對 不能拜葡萄 是一串的 不止 Michael哥就 每一次都要拜 為什麼 對 她就很欺負 她就很欺負 她就說 她就說 沒有 她就說 我老爸在世的時候 就很喜歡吃拔辣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 一定不能拜拔辣 我婆婆最希望的是 你問我說 媽 我們要怎麼喘 對不對 我要拍照 對 這個都是很好吃 你要假裝問她 就讓你知道 尤其是拜拜的儀式 這個是她的專業 你真的不要挑戰 所以就要吃什麼 白癡 白癡 就是 我婆婆越不喜歡 她就越要弄 刀火線是什麼 其實媳婦不太敢跟婆婆 有意見相處 通常會有意見相處 一定都是老公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老公有問題 因為外省人口味比較重 那他們本省人比較清淡 尤其像我婆婆有生命 說要吃比較清淡 然後我老公就會 因為我們家煮飯不是我 我們家煮飯是我老公 所以我老公煮的時候 他就煮比較清淡 那煮比較清淡的時候 我就會吃比較少 因為我覺得就是 那口味不夠重 所以我可能就吃一點 吃一點這樣 然後我婆婆就突然說 為什麼吃一點 想要煮的不好吃嗎 想要煮的不好吃嗎 怎麼吃那麼少 因為她就覺得你沒有多吃 就表示你不愛吃 那你就覺得 對 我就是確實不愛吃 我確實就不愛吃 妳這樣子給她噴出來 沒有… 我不會真的講出來 可是我就說 因為有的人心裡想的時候 嘴巴就會唸出來 因為我不餓 沒有 我是說我不餓 我沒有很餓 你沒有跟她說 我現在在煎不營嗎 對啊 就意思是這樣 可是她就跟你講 你不要再剪 那這個導火線是什麼原因 就是我老公本身 她就是我們會意見不合的導火線 讓我們… 讓事情的起因都是她 走過了19年 我一直覺得 婚姻可以支撐到現在 就是因為我老公 真的很需要我 為什麼 因為 有的時候你知道嗎 全家家庭聚會的時候 婆婆在煮 然後這時候可能 肚子還是有點餓 她會聽到我聲音 你肚子餓是不是 可是眼前的桌菜 都已經要煮好了 我老公去買便當 她說妳先吃 沒關係 我說妳有沒有搞錯 她買便當給妳吃 她就要煮好了 然後這時候我婆婆一轉過來說 怎麼了 我煮的妳不喜歡 這個更誇張 然後我就拿著便當 我這樣子 我又不能說是妳兒子買給我 然後我說沒有這個 我要帶回家的 那是之前的 然後就被我 我在我婆婆的心中 被記憶體 妳整桌菜已經煮80%了 她就等不及 因為我老公就是 然後就去買便當 對 這樣打她媽的臉 對啊 是不是 很白夢 好 我們來看一下垃圾桶 好 垃圾桶 我老公在我跟婆媳的關係 美其名為垃圾桶 實際上是一個 沒有用的人 對 沒有用 平常我跟我婆婆的關係 是非常的好的 好熱門 然後拿單偶爾 可能會 可能會 偶爾還是會有點小小的 就是一些意見不合 那這時候 我就會去跟我的老公 傾訴 所以她就是一個 垃圾桶的角色 但為什麼我說她是 沒用呢 因為講半天 她的表情都是 是喔 獨神 根本沒在聽 左耳進右耳术 對 左耳進右耳术 沒有靈魂 沒有靈魂的在 她就是電動的垃圾桶 就是妳過來還就會打開 對 對 沒錯 還會自己包垃圾桶 她媽來了 她又打開 她媽走 她又改 機械式 對 她經驗是 我覺得妳越來 變能夠做出很好的鼻 她怎麼會慢慢理解 她牆頭草是 對 牆頭草 就是我覺得我老公是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妳剛剛嚇到我了 我老公是見人 見人 譬如說我是一個很喜歡分類 然後乾乾淨淨 但是我婆婆就是很隨性的 她就是隨手 東西就是要這樣亂扔 然後呢一開始 我會為這件事情吵架 後來我老公就跟我講說 每次在她媽媽面前說 沒關係 妳年紀大了 妳開心就好 然後呢在我背後會說 她每次啊 就是這樣亂丟 沒有 妳還是要整理 她就會是 牆頭草的這種 哇塞 兩邊桃 好 書隊友 就例如說我們今天 跟婆婆吃飯就是講好 九點就要離開 當九點一到 我就一直看手錶 當九點一到我就跟我老公 打一個PASS 差不多了 我老公就會說 她會完全忘記我們的約定 會不會妳那個打PASS的方法 太做作了 太做作了這樣 然後等我 等我眼睛掃射過去的時候 我老公終於見到我的意思了 她就會在我婆婆面前說 妳不要把我媽想得那麼小心眼 妳想要回家就回家 很豬的 天啊 我是不是人生壓力很大 滿大的 對 超級豬隊友 我每年過年回家 我在車上跟我老婆說 跟媽媽相處我 黃金的時間就是兩個小時 對 因為我媽媽的流程是這樣 我一坐下來她去罵我哥 我哥媽媽開始罵我姐 這樣差不多兩個小時 所以呢 我們一坐下來我就一直看手錶 然後兩個鐘頭 我老婆不會說時間到了 都是我自己先喊 我會突然喝杯茶 媽 反正妳就這樣誇張的還奇怪了 請教 回完了是吧 媽媽就說好差不多差不多了 第一題 第一題 有嗎 婆婆跟公婆住在一起 妳覺得正常嗎 來 正常還是不正常 請舉牌 幾乎都不正常 只有小朋友一個覺得正常 對啊 正常啊 因為其實我跟我老公交往的 第一天我就搬進去住了 交往耶 第一天就慢慢地把我家的東西 默默地都搬進去 然後呢一直到結婚之後 我們就是都住在一起 妳知道跟婆婆住呢 她可以分擔一點家務 就是我都不用煮飯 再來就是 因為我老公是獨子 對 然後呢這樣就近照顧 生活不會不方便嗎 不會 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部分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正常 然後另外呢 我覺得住家裡呢 還可以省錢 我會覺得很不正常的原因 是因為我記得 我在高中的時候 去過一個男朋友家睡覺 所以這樣晚上起來會尿尿嘛 然後一尿尿 然後暗暗的 你也看不到什麼 門一打開 裡面一個男生 就他爸 在裡面尿尿 那你就會覺得說 如果一家人住在一起 如果只有一間廁所的話 這種 它不是會有超不方便的嗎 沒錯 對不對 像妳說妳做自己 對 那妳做自己 那我們如果想做自己的話 如果有公公在家的話 妳早上起來 妳不穿內衣嗎 對 那我們很想穿的服裝 妳想穿內衣穿的背心 沒有 就是和不是套房 是在一塊的 就是共用的廁所 但我們家廁所有兩個 對 就是妳有兩間還可以 有一些私密性 沒有辦法保留 對 如果他公婆 一定要妳趕快生小孩 然後妳的房間 就在公婆的房間旁邊 很壓抑喔 妳們怎麼 對 妳們怎麼叫 她叫她 她叫她 我叫過她 她叫她 對 聲音也隔音很不好 對 妳那聲音被聽到怎麼辦 沒關係啊 這是合理的事情 妳真的很負自己 對 那夫妻今天本來就會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要這麼影響 所以妳就是都正常音量這樣 對 會不會想說婆婆在地 有觀眾就要叫她 叫她 我們回到婆媳問題好不好 日本的房地產公司 他們叫不動產公司 有做過一個調查 在日本 在日本的調查 婆媳之間的相處 最適合的距離 是70公里 滿願的 公里 換算成台灣的 就是台北到新竹 新竹 對 因為有將近五成的女性 會認為說 跟婆婆住在一起 方便 壓力很大 甚至於有人會覺得是悲劇 可是我跟妳講 現在聰明的婆婆 已經不想跟妳們住在一起 沒錯 咱婆婆自己 在台北市二環以內有房子的 是她來求我們吧 真的 是她來襯我們對不對 是不是 對不對 我跟妳講 我婆婆就是這樣的婆婆 因為我婆婆 素有東區凱莉姐之稱 她就是一個很活躍在這個社交圈 有很多自己的 婆婆房子在東區對不對 單旬的附近 總之就是我婆婆 她是一個很思想很開明 很現代的人 所以其實當時我們要結婚的時候 她就覺得說 真的你們也不用來 就是妳知道 煩我的生活 因為她自己就是 就是有很多自己的生活圈 我一個朋友 她就是跟她公婆住 很可怕 我跟你講妳遇到好婆婆 我是 我那個婆婆呢 她就是 我那個朋友的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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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呢就是一起住 然後呢 因為她們也是嫁入一個 就是豪宅這樣子 然後呢 她的婆婆就規定她 每天早上七點 一定要起來 全家人就跟電影演的一樣 一起坐在那邊吃早餐 然後呢就是 那妳之後就很拘謹嘛 妳就要做早餐 然後又要就是服務大家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前一陣子 不是疫情期間嗎 她們就很可憐 因為她的婆婆呢 是很就是擔心疫情 然後她們有小孩 是不准她們出門的 所以疫情期間 她等於是軟禁在家 很辛苦 我們來看一下KOL的這個數據 好不好 來 婚後和公婆住在一起 妳覺得正常還是不正常呢 我就問妳正常嗎節目 特地與網路KOL 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KOL 是怎麼說的 當然不正常啊 為什麼不正常呢 因為我現在目前就是 跟我的公婆住在一起 那我們的生活習慣 是差別差很大的 就像可能吃完東西 他們就習慣就是把碗放在桌上 那我們家的教育就是 我們一吃完東西 就是要把我們的碗收拾乾淨 然後桌子要擦乾淨 一定要洗完 對 所以就會產生很隔閡 然後我有時候會看得 是很炫眼這樣子 對啦 盡量不要相處在一起 好不好 是這樣子囉 拜託我真的一定要說 這一點都不正常好嗎 不過啊 我一定要說一件事情是 我們反而是被我們 婆婆拎出去的 她呢跟我們說 妳住住這裡 我們住這裡 飲水不放何熟喔 可是呢 我們常常會在家裡群主 詢問她說 請問一下我們這個禮拜六日 可以去家裡吃飯嗎 參犯室的概念 可是常常被捕捕 一度不會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4%的KOL投給正常 而有76%的KOL 投票給不正常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76%覺得這樣是不正常的 只有24%覺得是正常 所以選正常的 真的嗎 反而不正常 真的嗎 死了 那個煙還很 太高了 太高了 從她的頭頂越遠 對 那我們來問第二題 在婆婆面前做出什麼行為 最容易讓婆婆 射出醋意的眼神 A 和老公親嘴敗恩愛 B 和公公獨處時候有說有笑 A還是B 請舉牌 A B A A B A 剛好比例 我是覺得跟公公獨處 有說有笑 是真的比較嚴重 對啊 我覺得 你為什麼眼睛要好笑 眼睛為什麼看著珍莉 對啊 珍莉妳會跟公公有說有笑 不是 因為我老公他們家 很怕他爸爸 那我們家屬於外省 本省跟外省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本省就比較嚴肅 所以我公公其實蠻大男主義的 那我們家就是 家裡最大是媽媽 爸爸其實在家不是老大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都會對媽媽抱啊 親啊 爸爸也是這樣子 所以呢 只要跟我公公出去 只有我一個人會去勾著我公公走路 一個人走 公公的手 妳公公會銀河嗎 銀河會把手捕起來嗎 有的人妳要勾他 對啊 銀河 銀河是很閃亮的 銀河 他被我勾的時候 他其實是開心的 因為他覺得他都沒有被小孩子勾過 廢話我我也開心 你那個思想不太對 好嗎 我公公是覺得開心 因為他的小孩 都沒有那麼親近他 所以只有我跟他走在一起 我們會這樣有說有笑 或幹嘛 那妳有考慮妳婆婆的感受嗎 對啊 真的 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因為她是我的公婆 所以就等於是我的爸媽 所以我要像對待我爸媽一樣 對她 欺負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欺負的話 我是OK的 你不要 好 以客觀來講有點不正常 有點不正常 就是 你勾著公公 然後婆婆跟在後面 這兩人 這兩人 不單純 亂說 哪有都不 沒有理想的那樣 妳是出自笑心 我是真的覺得她一個人走 然後這樣勾著她 其實是很正常的件事 那對 確實 可能我婆婆就會有一點不舒服 因為我公公就是聽我這樣 跟她有說有笑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要去問 我就問我婆婆說 我們這個禮拜 週末要去哪裡吃飯 然後我婆婆就會說 妳去問 反正妳說去哪 妳公公都OK的 妳好酸喔 妳太酸喔 可是我後來想想 對 我公公還蠻聽我的話 我說阿 妳好酸喔 對啊 像我就是 因為我比較少回婆家 然後其實我婆 妳那個老公的那個豬隊友 妳還是少回 還是少回去 對 然後但是我婆婆其實 不會對我有太誇張的 一些吃醋的表現 但是妳會發現 當我跟我老公坐靠近的時候 我老公就會被我婆婆支走 就會叫她去倒個水 叫她去餵個狗 然後我想說那我也不能 就是好像媳婦來了 就是都坐在椅子上 對 我就跟著去洗水果 跟著去餵狗 那我老公就會被叫去修馬桶 修店 好忙喔 反正我整趟就是沒有辦法 跟我老公靠近太久 妳們有親嘴被她撞見過嗎 沒有 但是有想要這樣小小 靠一下肩膀 就靠不到 一直這樣靠不到 我沒有選B 跟公公獨處有時候 有效的原因 是因為呢 其實我覺得我婆婆 應該還蠻喜歡我跟我公公聊天的 因為呢 我公公跟我婆婆 也講了幾十年的話了 就是說來說去 其實妳知道 也就那些話嘛 所以每當我公公在家裡 她很喜歡泡茶 她只要開始泡起那一壺茶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我婆婆 就會默默地這樣飛到 所以妳知道 她差不多又要開始講那些 妳知道那些話 所以我坐在那邊 就剛好達到一個妳知道 我公公聊天啊 但我就不會這麼 這麼over去勾手 不至於到勾手 對 不至於到勾手 但是我婆婆會介意的勾手是誰呢 但是我覺得結完婚之後 比較還好 結婚前就很明顯 就是譬如說我們出去啊 跟妳的男朋友 是不是就會這樣勾著這樣走嗎 這樣 然後我就會發現我婆婆 會默默地勾起我老公另外一隻手 不甘虛弱 對 就是妳知道我勾這邊 我懂我懂 然後她就會勾另外一邊 妳老公就左右這樣子 然後我老公就這樣走 沒有啦 然後我就會看著我婆婆 好像病人 被扛著走 我後來就會看我婆婆勾 我就會默默地就是 就會放手這樣 我就會讓他們母子倆先走 我會選A是因為我有發現 有一次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婆婆就突然就說 今天副駕駛坐的那個距離 是不是被挑過 我這時候就很聰明 婆婆這句話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在點醒 就說 我的位子 沒有要去接 副駕駛要聰明一點 對 對啊 這個拿捏 因為後面是尊位 也是耶 其實他後面才是大位 沒有 他就是覺得他要在那個地方 冷氣也吹得到 然後那是他的距離 還可以放置物 然後喝水 對 妳沒跟他說 做副駕比較容易撞到擋風 我都不敢講話 才能走19年 我們來看一下 大部分的人是選A還是選B 在婆婆面前做出什麼行為 最容易讓婆婆射出醋意的眼神 A和老公親嘴曬恩愛 B和公公讀書有說有笑 我們來聽聽挑要是怎麼說的 這題的選項我是選A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的話 我就是我身邊的朋友 他就是可能偶爾跟老公撒一下膠 然後就是衝上去給老公抱一下之類的 那這時候婆婆就是有在旁邊用一個 嗯 這種眼神就是有一點吃醋啊 可能是覺得自己的兒子被搶了吧 那種眼神去看他 所以這題的選項我選A 這題呢我的選擇是A 跟老公親嘴曬恩愛 我覺得這個行為基本上就是一個 有一點太誇張的行為 因為台灣畢竟就是 比較保守一點 出於尊重的問題 就是婆婆應該不會 有醋意大發的眼神 可是他會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0%的KOL投給B 和公公讀書有說有笑 而有80%的KOL投票給了A 和老公親嘴曬恩愛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選B只有20% 選B超不正常 OK 好 好 第三題 柏西兩人在哪方面會暗中較勁 A 誰的廚藝更好 B 誰更了解這個 你的老公她的兒子 請舉牌 A B B A B A 一拜一拜 廚藝喔 我覺得是廚藝 我是比不過我婆婆 因為我婆婆煮了一手上 好的上海菜 她連烤膚 燻魚 然後那什麼 燻燒鯨魚 這種 我們去到家裡面 一定要 不管你是做樣子也好 或是怎麼樣 婆婆在裡面忙 你一定要進去 媽 有什麼 我要討論三天 那婆婆說不用 然後她要拿什麼盤子 那我們要去找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她盤子放在哪裡 你開了廚櫃再找盤子 她就會叫我小姑子 什麼 你來拿 你就會明顯發現 她一直想把你趕出那個廚房 一個廚房不容兩個女兒 對啊 那是要密盤 如果你的婆婆 是可以做 充烤鯨魚的這種等級的時候 你趕快退吧 對啊 充烤鯨魚 那是薑豬菜裡面多難 而且充烤鯨魚 不是一次燒兩隻 充烤鯨魚要 手牽手一起游下去的 對啊 所以開玩笑 那是很難的 那種功夫菜 對 所以趕快退 妳趕快退 妳那一退多遠 她到底是包公兒 妳不要在她面前曬太陽 對啊 你曬太陽 你曬太陽 怎麼搞的 對啊 其實我跟我老公從高中 就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到現在已經17年了 我是她第一個女朋友 對 對 然後其實她是原住民 所以她已經下山很久 她的口味在潛移默化中 已經被平地人影響了 對 所以等到我們回到山上的時候 媽媽做了一桌菜 妳就會發現那一桌菜 好像已經都 不是她兒子喜歡吃的 然後媽媽就會夾一些 她記憶中 小時候說 我兒子就會喜歡吃這個焢肉 夾了焢肉過去 我就說其實不是 她現在早就已經 不喜歡吃這個焢肉 我就再夾了一個玉米 放到她的碗裡面 然後我們就這樣 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但最後還是 妳婆婆夾了肉給妳老公 妳才從她的碗裡 把那個肉夾走 對 我後來有檢討 我想說我應該夾給婆婆 不是 我夾給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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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夾給婆婆 對 妳夾給婆婆 這個妳還是自己想要 奇怪 妳也太大膽的問題 不要動 妳就給她吃 我都好 以後我都不要動 不是 妳兩個想法都好奇怪 我告訴妳對她 妳自己有兒子嗎 沒有 沒有 好 我就是怕生到一個兒子 如果以後跟我老公一樣 不是吧 是應該她以後媳婦跟你一樣 她媳婦一樣嗎 我講錯 我就是怕 如果我兒子以後都只聽老婆的話 我就管不到我的兒子了 我就決定 看著我老公 我決定我不要生小孩 這真的要改變妳 這真的要改變妳 這真的要改變妳自己 這真的要改變妳自己 艾塔 艾塔 我告訴妳 妳老公跟她媽媽吃飯的時間 是吃一餐少一餐的 妳在這個上面跟她叫盡神 好的 人也妳的 錢也給妳 對不對 身上妳旁邊 這樣我也叫她 也是 媽媽在身上有個頭疼腦熱 她能摳妳老公嗎 真的 她還是自己要爬起來 好 我知道了 這樣我以後 不過就是我夾黑肉給兒子 妳還把他夾的 怎麼夾的跪下 我說 其實美人節比妳婆婆還可怕 對 我覺得妳講錯我的心聲了 不是 而且 而且妳的老公是跟妳住 又不是跟婆婆住 妳為什麼要跟她較勁這個 沒有 其實我老公也沒有跟我住 對 因為她一個在台北 我在高雄 所以我們其實能見面的時間 會不會自行越長越大比較好 對 那妳這個要先講 對 對啊 這樣我們會誤會妳 好 不要誤會我 我選擇就是 誰更了解老公 因為我沒有 所以不需要腳子接腿 對 所以而且我就說 那妳等一下 妳覺得妳比較了解妳老公 還是妳婆婆 應該 好想話 所以應該是 妳比較 她最了解她公公 太壞了妳 沒有 我的個性就是看到小孩 我比較 已經很少在揍小孩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小孩不乖 還是要有適當的提拔 例如說像她還知道她哪裡做錯 可是我婆婆就是那種標準的 要愛的教育 因為她就會 那時候她看到她就跟你講說 妳看 妳老公 我從小也沒打過她 也沒罵過她 愛的教育 妳看現在不是也長得好好的 也很孝順 也很顧家 什麼的就講一堆 然後我就會忍不住 妳知道嘴巴就是比較那個 就會忍不住跟她講 她在壞的時候妳有看到嗎 忍不住 因為她高中以後 就搬到台北去住了 就在外面有打工 上學幹嘛 她在壞的時候妳怎麼會看到呢 我如果是婆婆聽了 我會火大 我也是會 對 她壞的時候我有看到嗎 我講的時候其實是有 沒有這麼直接 我兒子會壞嗎 對 我有完轉 沒有那麼直接 還輪得到妳講嗎 我兒子會壞 那也是被妳用壞 因為在我手裡的時候是好壞 好好的 是不是 對 被妳用到壞 我用 我跟你講不是我用到壞 我都還沒用 她就已經壞了 還沒用了之後她就壞了 為妳媽呢 我覺得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婆婆她生了三個兒子 三個兒子都不是她帶 所以我覺得她應該是沒有 就不需要說彼此誰比較了解 但是我記得那時候 21歲嫁進去 我其實連水果都不太會切 更何況是有客人要來 那時候我婆婆就是想要 可能要測試我吧 她就說 小禪妳就是去切一下水梨跟蘋果 我想說就跟在家裡一樣嘛 反正也不用削皮啊 然後就這樣切切切 也不用對齊 還是分拌什麼的 我這樣要給客人吃喔 對啊 我不知道啊 心也不用挑掉就對了 我也沒有啊 然後我 還有紙就對了 妳在客給客人擺好 直接看好了 對啊 妳 像貢皮一樣 像貢皮一樣 對啊 還疊起來 過去過人家家家裡面吃 芭樂真的幾顆 這麼大的菜都給我 妳也就挖掉對不對 然後不好意思不吃 跟猴子一樣的沒有 不是 然後後來妳知道我婆婆呢 她也 她也就不動申申 她是一個非常好的 她就 重新又買了同樣的水果 然後在我面前 也不跟我講什麼 要怎麼切 然後妳一比上去就知道 她那個是切花 然後子也挑喔 重點是她的水果 都有泡過鹽水 所以 不會黑 所以不會黑 然後這樣子 兩盤一比較我就 我知道了 所以我現在都用我婆婆 切水果的方式 在切水果 對 她是不會說 妳不會夾 妳不會 我來叫她不是那種 婆婆用生叫的方式 她就直接做給我看 跟生叫 碰到像我這種白目 我說 妳這麼會切以後 妳切就好了嗎 不是就慘了嗎 碰到我這種白目的 妳好會切啊 那以後妳切 然後叫我切 切水果給我跟公公吃 然後妳跟妳公公的烈食水果 我跟珍妮姐學的一樣是B 妳覺得妳比較了解 我真的覺得我比較了解 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我比較了解 我跟我婆婆講說 雖然說她是妳生的 妳認識她這麼久 但是我比妳還要了解妳兒子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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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我花點檔 我花點檔 沒有 譬如說我們前陣子在為了找 我老公的金手鏈這件事情 然後我婆婆一直說 一定是她自己弄丟的 我說 不可能 妳兒子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 如果弄丟一定是妳 等一下 妳是說妳的意思嗎 妳還叫我不要動 妳才不要動 沒有 我說弄丟一定會是妳跟我 我跟我婆婆比較大辣 我老公就說 這個手鏈其實不是她弄丟的 其實是我婆婆拿去把它燒成金磚 去買了其他的東西 但我的婆婆是說 不是 是妳弄丟的 我就說 不是 我們要不要去求證 我們乾脆的打電話去親戚那邊 來問問看 這一條手鏈 到底是妳把它 農成金磚去買其他的東西 還是妳兒子弄丟的 對 結果呢 結果是 農成金磚 她忘了 她忘記了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為了這個事情而吵 就是她覺得她兒子是怎麼樣 我說不是 我比較相信老婆 比婆婆更了解 是不是 社會新聞 男生殺人被抓的時候 永遠都只有媽媽會說 我們這麼可能做這件事 你們冤枉她 她不會 OK 我老婆老婆說 所以嗎 我們來看一下 小Call這一題會不會被噴 我應該不會被噴了吧 對 莫妻兩人在哪方面會安裝較勁 A 誰的廚藝更好 B 誰更了解老公兒子 我們來聽聽飄要是怎麼說的 這一題我選B 因為呢 我婆婆總是認為 看她最了解她的兒子 也就是我老公 例如我老公最討人一次的東西 就是秋葵跟山藥 可是我婆婆總是覺得 我老公很喜歡吃秋葵 他很喜歡吃山藥 而且他對身體好很硬 而且他從小吃到大 他從小沒有吃 就一直吃到他 他永遠就是丟到垃圾桶的那個人好嗎? 所以有時候 我跟媳婦是一個表面上 他一定好不好 但事實上呢 就是一個緊尖關係 內心在想 搞什麼? 我會選擇B 誰比較了解老公 每個人會隨著 生活環境啊 成長背景的不同有所改變 老公小時候喜歡的東西 不代表現在還會喜歡 我和老公之間有些小秘密 是婆婆不知道的 所以還是我 比較了解老公喔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百分之二十八的KOL投給A 誰的出意更好 而有百分之七十二的KOL 投票給了B 誰更了解老公兒子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選A不正常請噴 好 來 請問你 媳婦擁有哪一種能力 在婆婆心中 可能會大大的加分 加分喔 加分喔 A 請 精打細算很會買 B呢 能說散到很會哄的能力 有點難選 來 A或B 請選擇 我覺得 B 我跟小姐一樣耶 跟我們兩個一樣 我覺得精打細算 我會選精打細算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婆婆是一個非常精打細算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老公就是Michael哥在十三歲的時候 我的公公就過世了 我的婆婆那時候才三十幾歲 然後那個時候在我公公過世之前呢 她其實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而已 她還養大 要養四個小孩 那她那個時候就靠我公公留下來的遺產 她去跟會 她再去買房子 就是這樣子養大了四個小孩 到這四個小孩都試婚年齡的時候 一人送一棟房子 所以你看我婆婆的那種精準的投資能力有多好 所以她一定就是喜歡精打細算的媳婦 其實我婆婆也是單親 她就是老公也是十一十二歲我兒子 她兒子十一十二歲的時候公公就走了 所以她其實也是非常勤儉持家 所以她也是一個大辣辣人 她不需要別人在旁邊講一些什麼好聽的話 所以你只要勤儉持家 她就覺得大大加分 所以我有很多好的東西 我也都會跟我婆婆分享 我買了什麼便宜的東西 而且很划算 我婆婆都會覺得超開心的 CP值要高 對CP值要高 但是我婆婆就跟你 婆婆稍微不太一樣 她投資精準 但是她會投資就是 比較高級又耐用的東西 所以我第一次到她家的時候 我大概認識麥可哥四年 結婚十一年 那她前面再買那些家具 大概也可能應該有至少二十年了吧 我當初進去的時候 就覺得她的家具都好高級 然後覺得好好看 可是到現在也二十年了 家具跟新的一模一樣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然後那個彈性都非常非常的好 對 所以我就覺得她是一種 是 對 就是我要跟她分享的東西 也是必須 我認為是那種 就能夠 CP值 CP值 對 對 然後時間要能夠很長的 後來就是因為我婆婆 那時候開白內障 我要幫她換衣服 然後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就說她的睡眠真的很糟 她說她常常就是老人家 都是大概九點多就去睡 她常常睡到一兩點 就行 還睡不著 好不容易睡著以後 五六點她就起床了 所以她的睡眠很糟 後來我就想到 我老公也睡得很不好 我老公也很潛眠 那我只要翻身大一點 或是就是我翻身的時候 那一個 她會驚醒 她會不會誤以為妳要幹嘛 不是啦 我連 你也這麼誇張 現在如果老婆 暗示妳要幹嘛 我們反而會嚇 以前會開心 現在會緊張 會想說 裝睡 對 我那櫃裡面的藥還 然後吃了以後 她還不進來 快掉下 快過來 我不是啦 我就是 有時候翻身大一點 而且呢 有人說就翻身的時候 我們的被子會碰到 她就這樣而已 她就會醒 那時間久了以後 變成我自己睡覺也很緊張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 能夠很快讓我們進入 深層睡眠的一張床 我們選擇的床 要不然就是我嫌太硬 她嫌太軟 對 就是常常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有一次滑手機就滑到 欣梅姐 分享了一張 我有看到 對 我有看到 她說那張床是一個 就是她的復健師 復健師 介紹給她的 她是來自日本的編織床墊 那也是去年的 東京奧運選手村的指定用床 對 選手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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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保育的 是有一種床 可以適合每一種人 躺在哪裡 躺在哪裡 迫不及待 其實我有帶 我今天帶 我有帶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床很重要 來 厲害 這一張 這是我所介紹的 來自日本的這個 空氣編織床墊 那它是由日本匠人打造的 在製造的廣場中 能支撐 你坐這邊看 你會干擾到我 不會 不會 對不對 不會 對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 因為它90%為空氣的 3D立體編織新床 然後為什麼你們都不會 互相干擾 衣蓋比較不好 從這邊打開給你看 對 為什麼你們 不會互相干擾 不會互相干擾 它這個 它這個床叫做三分隔 三分隔 你看它上面有編號 1號 3號 2號 1號是屬於最柔軟 美人姐貴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它是 就是支撐力最好的 比較強的部分 比較強的部分 在這邊我給你看一下 你看這邊壓下去 這個 對耶 有沒有看到 不一樣 這個2號就是屬於最適中的 它是三分的 所以這邊就切開來了 對不對 所以不會影響到我 對 它的原理是這樣 剛剛不是有說過 這張床是適合 每一個人都能躺的嗎 因為我可以調換 對 你可以照你自己的喜好 去調換那個軟硬度 對 它上下也有分軟硬度 對 適合每個人 就是因為它有很多排列組 可以調整整理 可以加狀態 對 你就躺上去的時候 感覺好舒服 對 因為它 它就是有高支撐 然後高透氣 然後好翻身的優點 然後這樣翻身就很舒服 我跟你講 你看 你現在上來我沒感覺 真的這完全沒有 我完全沒有感覺 就是你都沒有 因為這招只是單人加大 真的 這個單人床是三分割對不對 對 單人床可以六分割 就是說你跟你的老公 身長不一樣 身形 身形也不一樣 或者腰球的柔軟度 柔軟度都不一樣 它可以在另外的那三片 好痛喔 坐著它自己想要的條件 你再躺好 你看 2號 好 對啊 你看 你上來了嗎 你上來了 沒感覺 對 我都快做完了 對 它這個可以拆 是不是可以好好洗 對 它這個保潔墊跟它這個床罩 它就 你拿起來以後 就可以拿到洗衣機裡面去洗 它這個 它這個心裁其實很輕 如果狗在上面尿尿 或者你小孩子在上面尿尿 你直接拿蓮蓬頭 下去沖 沖 沖完了以後 就放在那邊陰乾 就好了 我覺得那種新婚夫妻 會要 準備要養育小孩的 真的要投入這個 對 睡眠是健康最好的投資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我的投資 我的婆婆超愛的 我自己也很滿意 我自己也很滿意 瓜哥說這是日本東京奧運指定 因為運動員的睡眠最重要 這個床墊我在百貨公司也看過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想要體驗高透氣性的感受 有如坐在雲端上面的舒適感 記得去我們的粉絲專業參加活動 就有好康要送給大家 好 所以剛剛小玲講過了對不對 甄莉呢 我選的是 會哄人 會哄人 對 就是能說善到會哄人 所以妳覺得 會哄公公 會哄公公 我會就是家政 公公是公公 妳不要再一直糾結在這個上面了 我婆婆家他們就是公公是天 公公是老大 所以公公說什麼就是什麼 妳只要顧好一個 全家人都聽妳 妳意思就是 對 對 不入虎穴 什麼 有了 對 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要會懂得哄 那因為加上就像剛剛我講的 就是譬如說像我在哄 我會哄我公公 對不對 沒錯 可是呢 當我公公在罵我婆婆的時候 我去罵我公公 我公公會聽喔 然後我公公 我婆婆就會很愛我 公公罵婆婆 然後妳又罵公公 然後我去罵公公 對 譬如說因為我婆婆生病 快去搬來我們家住 就搬來我家住 在我家住的時候 那我公公一直叫我婆婆回去 因為我公公不要來我們家住 他就一直叫我婆婆搬回去 那因為我婆婆要看 醫生在台中比較方便 回淵林不方便 所以他就每天會 甚至每天晚上打電話來 罵我婆婆說 妳現在開心啦 住在媳婦家 住在兒子家 每天可以看到兒子 看到孫子 吃香喝辣的 妳就不要管我了 然後我婆婆就哭了 吃醋了 對 我也在那邊哭 我說妳幹嘛哭 她妳公公給我罵 她罵我 就說什麼我怎樣這樣 而且很大聲喔 一直罵我都聽得到 我就把電話講來說 她叫妳來妳不來 妳一直罵她 妳罵她幹嘛咧 妳就過來啊 妳也可以吃香喝辣看生子啊 好啊 妳如果再罵她的話 我就會生氣 我以後不夠妳的手了喔 我以後不給妳親親了喔 妳會 要聽啦妳 沒有沒有 搞錯了搞錯了 就類似像這樣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比較可能 比較會做這一塊 所以我還在 對 就是還蠻懂的這樣 可以可以 有啦有加分啦 這個有啦 我覺得是有加分 這個有啦 對啊 那欣宜呢 我也是很會哄 但我哄的是我婆婆的 那些姊妹們 姨婆 就是她的那些好朋友 因為我婆婆 我剛剛說她東區凱莉姐 很多聚會很多的局 然後在我還沒嫁進去之前 她就已經很喜歡 帶著我去參加那些局了 因為我本人 在那個聚會當中身兼多職 聚會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叫Nakashi 然後他們就說 這我媳婦啊 以前當主播很會講話 來...麥克風給她 主持 開個場... 然後我就會開始 各位... 對 親愛的姐姐妹們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這個晚宴 不名其妙今天主持 然後主持完之後 那人要開唱嘛 然後姐姐們都會有點害說 你唱... 沒事... 我媳婦很會唱歌 她先來 我媳婦很會唱歌 妳不重要的 對... 她們開始 歡迎 歡迎 我親 然後就超熱情 對 然後婆婆呢 她來喝酒... 沒事... 我喜歡 我也喝 來... 不錯... 我全能 我全能 我跟你講她這個是... 這個完全是 因為Nakashi 開場要唱熱歌 對 選的歌很重要 熱場咬 對 絕對是歡同愛咬 對 要不然就乾一杯 啊... 熱場咬 對 對 OK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選A還是選B 媳婦擁有哪種盈利 在婆婆心中 可能會大大加分 A 精打細算 很會買的能力 B 能說善道 很會哄的能力 我們來聽聽KOL 是怎麼說的 我的選擇會是A 就是每一次只要在三節 或是生日的時候 買禮物給她 她真的眼睛都會發光超開心的 她就會問我說 妳這次是在哪裡買的 還有呢 我覺得要找一些共同的話題 是增進彼此關係的 最好溝通方法喔 我選擇答案是A 因為像我婆婆是客家人 客家人的精神就是 情 簡 持 家 所以呢 擁有很會精彩的計算 能力 對我婆婆來說 應該是非常的重要 像是我之前出國的時候啊 然後我婆婆就會說 啊 在出國喔 集票很貴耶 然後住的也很貴耶 我就會跟她說 媽媽妳都不用擔心喔 我買的是連行的集票 然後住是住在我哥哥家 然後買東西呢 我都會特別帶我婆婆去那種 比較有特價的賣場 然後帶我婆婆去撿便宜 然後買到很多我婆婆覺得很棒的東西 所以呢我覺得 A 精打細算的能力 是對我婆婆來說是最重要的喔 證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0%的KOL投給B 能說善到很會哄的能力 而有70%的KOL 投票給了A 精打細算很會買的能力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選擇B很會哄人的人 反而是不正常的 B哭 選B的噴 A 可是我真的覺得選A的有的時候 真的是 為了那個做面子 他們為什麼 他們都知道公公婆婆都會省吃減用 所以他們永遠報的那個價錢 都是最便宜的 不一定 因為像我每次夾回去 我婆婆問這多少錢 我說廠商送的 其實其實我買 我都說廠商送的 因為她就覺得 哇 妳好厲害喔 沒有 有時候越講就越過癮你知道嗎 過年開一部新車 我母婆說 有廠商業配的 那我問你 你下次坐私人飛機要怎麼回答 常榮業配的 各位婆婆 聽到這裡你就知道 我在網路瘋傳那一段話 讓我再講一遍 你一台看不看 所以要跟媳婦大 跟帶孫子 還有小孩 會一台看太大 五塊就加不到五百萬的車 所以這一代的婆婆 每人給你兩個字 看大 謝謝 珍惜了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